各位好, 各位好, 歡迎來到你所不知道的C語言 在我們這次的講座我們會來探討連結器以及資訊檔資訊 那我們這邊舉的例子會以 Linux 為主 那當然在對應到其他作業上, 比方說 MacOS 或是 Windows 可能會有一些觀念是相似的當然 另外在工具還有一些術語上會有一些落差 不過我想這些應該都可以克服 那 Linker 在台灣的這個 慣有翻譯叫做連結器 那對岸翻譯叫連接器, 就是差一個字 然後 Linker 其實是很多人都會忽略的議題 這議題比較有意思的地方是 很多時候你可以當作 Linker 是不用知道它的存在 但是你會發現說很多有名的專案 比方說像 Linus 核心 或是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所謂的 AOSP 那這樣的一個專案其實都包含很大量的西元程式 那包含當然西元程式的時候 你如果去看它的原始程式碼 你會發現有一個部分就是跟 Linker 有關 不管是 Linker Script 或者說甚至像 包含說 AOSP AOSP 自己還維護了 Linker 這聽起來很奇妙對不對 那其實很多專案啊 AOSP 是這樣 Chromium 就是 Chrome OS Open Source 的部分 稱為 Chromium OS 那這些基本上也有包含 Linker 然後你會發現說在程式碼裡面 如果你去搜尋在 Linus 核心的原始程式碼 或者是 AOSP 裡面去搜尋 Linker 這個字樣 那你會發現有些程式碼它就會標註 Linker 所以這個要特別去注意 就是說你會發現說在這裡面 它其實有很多是跟 Linker 相關的 然後那有些機制呢 比方說這個 Linus Kernel 這個 Loadable Module 顧名思義就是說這個 Kernel 有一部分 它是可以獨立出來 就是說開機的時候是以 Kernel Image Linus Kernel Image 開啟 那開啟之後呢 可是過一段時間呢 你可以掛載 就是用這個 Insert Module 這樣的工具 去掛載這個 Linus Kernel Module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卸載 那如果說你對這個地方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 main 一下這個 Insert Module 那它有一個對應的東西就是 RMOD 那你當然也可以列出這個 現在具備的這個掛載 Linus Kernel Module 那一個開機起來的這個系統 不管是伺服器端或者是桌面的 Linus 系統 基本上會有很多那種 Kernel Module 那這些 Kernel Module 你會發現裡面很有趣的地方是 在真正實作的這個細節呢 也跟 Linus 關 我們等會舉個小例子 那你就可能比較知道這個東西的關聯 然後呢 我們這邊呢也會來探討 就是說這個 Linker Linker 這個字呢其實很有趣 就是說在 1970 年代 被 Unis 被實作出來的時候呢 它其實一開始不是叫 Linker 而是叫 Loader 更明確的說法是 在早期的這個系統 就是說我們講的早期就是 1970 這前後這個時段 那很有趣就是說 當時 Linker 跟 Loader 這兩個詞是等價的 當然我們今天來講的話 那你就算沒有看過這些程式碼實作 那很多人覺得 欸 Loader 我知道啊 就是比方說像檔案總管 你點一個程式 你按兩下 點一個程式起來 那它會有個東西叫 Program Loader 那或者說你在 Common Line 像我們剛才我們有敲一些指令嘛 比方說我們打這個 Main 這個樣的 Minion 那我們敲這樣的 Minion 的時候呢 那你會發現 它其實它也會涉及到一個東西叫 Program Loader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 在早期的 Unis 事件 其實 Linker 跟 Loader 是不分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得到這個 LD 其實它的縮寫是什麼 它的縮寫不是 Linker 它的縮寫是 Loader 那當然在早期的 Unis 來講的話 很多機制都沒有 比方說動態連接器 這樣的機制其實是不存在的 然後我們會稍微回顧一下 這一小段歷史 然後在我們這個講座裡面呢 我們會以 GCC 還有搭檔 那些 Gannu 拖券 當作的例子 所以我們這邊會講一些 Gannu Extension 不過這個東西在 Windows 啊 或者說其他 OS 的上面的編輯器 可能會一些對應 那你可以看 然後我們會舉說 這個東西怎麼用 然後呢 因為這個高雄愛河很厲害 就是你可能有聽過這個新聞吧 所以我每次看高雄新聞都不知道我在看什麼 就是這個高雄啊 聽說要把這個愛河改進成叫金銀河 然後這個金銀河其實是很神奇的啊 就是一個斧頭掉進那個河裡面 然後你問說要銀斧頭還是金斧頭 好 好 那這個事實上呢 有一個 Link 有一個 Link 它就叫做 Gold 就是黃金那個 Gold 然後這個 Gold 的 Link 其實它是發揮 發揮這個層次效能 就是我們在做最佳化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會跟大家探討說 搭配 Gold 的 Link 那怎麼讓像 Link 可能這麼複雜的城市 然後可以獲得進一步的最佳化 好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個小例子 就是在我們真正解釋 Link 之前 然後給大家看個小例子 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掌握 Link 可以做什麼事 比方說你可以看到說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的目標 就是說有一種應用是這樣 你要遷入一個二進位檔案到執行檔 那這邊二進位檔案是很 泛用的名字 就是比方說 它可能是一個圖片檔 它可能是一個聲音檔 那它可能 當然它也可能是另外一小棟文字檔 就是說 這邊是一個很廣義的詞 它沒有特別去區分它在做什麼 然後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說 你以前呢 在寫西元城市的時候 你可以用那個 F Open F Read F Write 對不對 那可是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東西 不是在執行的時候去用 F Open 不是 而是說 我呢 有個檔案 比方說像一個圖片檔 一個 JPEG 的 GIF 的圖片檔 我一開始就要遷入到執行檔 所以注意到就是說 我執行檔執行的時候呢 我會讀到 然後我讀到 JPEG 的檔案 然後我可以把 JPEG 的檔案 讀出來 甚至我可以顯示 我可以在沒有檔案系統存在的前提下 我也可以怎樣 我可以把這條讀出來 因為我們不能假設說我們的 細源程式它一定有 一定有搭配的檔案系統 其實你在執行的過程中 其實有可能 你沒有檔案系統 比方說 你去思考一件事 假設你今天寫程式是在手機的 修復程式 或者說要去升級手機的系統 那你可能知道就是說 我手機系統要升級 你可能要從Bullloader做手 所以你就想 我的Bullloader 它的用途就是來載入 Linux kernel 或者是類似的作業系統 Bullloader的存在就是載入作業系統用的 那我的作業系統既然還沒有被載入 所以在我Bullloader裡面很可能沒有檔案系統 當然有些Bullloader是很神奇的 比方說像這個 Uboot Uboot是很神奇的 它其實可以支援檔案系統 但是呢 多半的時候我們必須假設說 在Bullloader是沒有檔案系統可以用 或者說就算有檔案系統 它可能不是很強大的檔案系統可以用 可是呢 我讀檔案總是有這個需求 對呀 像這樣講的 你可能需要一個建委檔案 或者說在這個Bullloader來講的話 它可能需要 比方說把一把Key 就是比方說 你可能知道有個東西叫Skillboot 就是說我在開機的過程中 每一步都很安全的 所以我在載入玩Nins kernel之後 我可能不是急著去把Nins kernel 把它拿過來執行 其實不是 其實你可能需要怎樣 用某一把Key 把Nins kernel檢驗 就是說 我這個載入的Nins kernel是不是怎樣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透過密碼 學的一些檢驗機制 去檢驗這個東西是怎樣 是符合預期的 而不是被人家篡改 那反過來說 如果這個Nins kernel被人家篡改 那我Bullloader就不讓你這個系統可以載入下去 這是一個Skillboot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像Bullloader是一個情境 或者說像另外一個情境就是說 像一些安裝程式 你看你想一件事 你的安裝程式比方說在Windows 叫做setup.ese 對不對 那你點兩下的時候 它不是彈出一個程式 對不對 你看彈出一個程式裡面很好玩 它安裝會有個安裝精靈 對不對 這個在Windows很常見的Visa 那這個安裝精靈 它會顯示什麼 每一步你要下一步下一步在做什麼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說 這個setup.ese 它的執行 它不管是圖片也好啦 它的聲音也好 基本上它沒有去讀 你檔案系統裡面的 對吧 因為你下載的時候其實是一個setup.ese 所以它肯定的是 把這些資源檔放在某個地方 不管是放在 放在這個暫存區 或者說它可能放在記憶體某個地方 那我們這邊就是做一個示範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想要把這樣二進為檔案 把它遷入到一個執行檔裡面 可以怎麼做 那我們這邊在linux上做一個示範 比方說我先 產生一個檔案 就是叫blog 我們的產生很簡單 就是我用unin-a 在我的電腦上 你可以看到說 這上面是 Linux某一台 就是某一台主機 然後它的kernel版本是4.15 然後它上面跑 64美元的x86系統 好 然後這上面有一些日期 好 那我們來初步檢驗一下 就是初步檢驗一下 這一串文字呢 多長 這邊顯示105個byte 好 然後呢 接著好玩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LD是什麼呢 LD是UNIS世界的這個 Linker 所以注意到 然後我們這邊用的是這個 Gnu的這個開發工具 你是從第一行就可以看到 Gnu Development Tool 然後LD呢是 Gnu Linker 好 然後這是 短的名字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描述 你看喔 LD作為一個Linker 它的用途是什麼 是把若干個 一個object object file 一些object file 就是 不管是這個 點O 點A 這一些檔案呢 打打打打打打 把它合併起來 好 然後呢會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叫relocate 這個詞我們等一下會解釋 然後 好 它做一個relocate 那中文翻譯就是叫 重新定位 然後 過程中呢會把什麼東西重新定位呢 是會把 資料 還有這個symbol symbol reference 就是 我們所謂的symbol 這個symbol是什麼 就是說 像那個你寫程式 你會寫main 那main 那main這個本身它就是一個 一個symbol 它是一個進入點 那在 同樣在你所不知道的C語言 然後這個系列講座裡面呢 我們有一個 一個直講座呢 我們稱為叫做 c runtime 就是叫CRT 就是講這個 在 執行時期的行為 好 那我們可以知道一個事情 就是說 main 既然是sy語言程式的經典 它肯定呢 這個main 這個函式呢會特別 它肯定呢在最終 呃 產生出來的這個執行檔 不管是 compiler 跟linker 合力做 不管多少動作 最終 一個能夠執行的這個 這個 西語言程式 應該要包含一個什麼 不然說main 這個我們稱為叫symbol 那中文就叫符號 那symbol reference的話就是叫 我們可以叫符號參照 這樣的東西 就是 那 除了main以外呢 因為我們往很多城市 在賺錢的時候 它除了main以外 它可能需要其他的這些 呃 呃 subroutine 或是相關的這些 這些韓式 這些韓式呼叫 那這些韓式呼叫呢 很可能它也會用一個特定的symbol 去存在 那總之呢 這個linker的用途 是把 若干的散落在 散落在很多地方的 這個 這些 object 這object裡面有若干的symbol 我把它這樣 匯整起來 好 可是呢 你看喔 看到這裡有在講話 插卡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可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可以執行這一段命令 好我們來執行看看 我執行這段命令完之後呢 我會得到一個新的檔案 注意到 新的檔案再來 新的檔案叫做 blob.o 然後注意看 這個blob.o呢 它這邊顯示它是什麼 它是ef執行檔 然後我這台機器是64文雲的機器吧 所以這是ef64文雲的架構 好 那怪的事情是什麼 欸 我想一下剛剛的那個檔案 那個blob檔案 這個blob呢 這個blob呢 我們產生的時候 是把剛剛那一段資訊 重新導向到了一個名為 叫blob的檔案 那當然你可以用字解方法去建立啦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把一個二經維檔案 卡幣過去 那不過這邊只是為了說明 那可是奇怪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透過link 我可以把一個文字檔 把它轉換成一個ef 就是吧 這個 一個object file 好 先注意到這個東西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覺得有點好奇 來面一下 好 然後 這個好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你看喔 這個雖然linker一開始的用途 它是來把好多個什麼 object file 把那些archive 我們把它整合起來 但是事實上呢 你可以 在這邊來講話 你可以看到這一段 這一段好玩 它跟你說什麼 你可以去指定不同的輸入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 就是在linker的階段 你可以把很多的不同內容 把它輸入進來 好 然後呢 我們這邊指定一個很特別的輸入 好 我們呢 用這個 dash b 這個參數 來看一下 這個dash b 好 然後這個dash b呢 好 來看一下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指定 指定的格式 好 然後呢 我們故意指定什麼呢 我們故意把 把幹的那個blog 用二進位的方式去指定 好 好 那有趣的是什麼呢 你看喔 我指定一個二進位檔案 然後這二進位檔案名字叫什麼 叫做blog 好 那最終呢 會輸出什麼 最終會輸出blog.o 好 所以它輸出完之後呢 的確也是一個EF執行檔 好 然後呢 你可以去觀察它 好 你可以upject dump這個工具來觀察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好 沒意外 它是什麼 屬於64位元架構的這個EF執行檔 好 這沒什麼意外 好 然後呢 好玩的地方發生了 好 還記得我們剛剛的檔名叫什麼 叫blog 那產生出來的東西叫blog.o 好 那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這個EF執行檔裡面呢 有個東西叫 simple table 好 然後呢 注意看這邊 這邊有個dat dat data 先有名字記者就好 然後呢 後面你會發現是什麼 這有binaryblog end 然後binaryblog start 好 binaryblog size 好 然後如果說你把這個garnerblog呢 改成一個什麼 改成另外一個檔案 不要那麼改成abcd 好 長度一樣 但是內容 我們做一個調整 所以呢 我們把它改成abcd abcd.o 然後輸入是abcd 好 然後呢 如果你再繼續用這個一樣的方式去看 那你會發現 這件事有點蹊蹺 你看到 檔名呢 叫做blog的時候呢 它的輸出就是叫 binaryblog end binaryblog start binaryblog size 然後檔名呢 如果改成abcd的時候呢 一樣也有類似的東西 好 那但是呢 就把這個blog換成abcd 好 好 那所以你看喔 我透過這個 透過linker 可以幫你成這個 好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是有symbol的 好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最終 好 linker呢 如果把blog.o當輸入的話呢 它可以怎樣 跟其他程式 把它這個 合併起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做一個示範 示範什麼 示範一個合併 好 那我們寫一個測試程式 叫做test.c 好 那這個程式沒什麼特別的 好 但是注意到 既然呢 在blog.old裡面有這個 有 這三個我們有興趣的symbol 好 and start size 那size顧名是 就指名它有多大 好 然後一個是 開學的位置 一個是結束位置 好 那注意到呢 我這邊就宣告 我就宣告一個什麼 point to void 好 point to void 然後 然後呢 但是我一開始呢 用什麼 用is term 去宣告 就是說這個symbol呢 目前不在這個 這個典型檔裡面 好 那正確說法是說 在目前這個compilation unit 它不存在這個symbol 好 不過沒關係 我先用is term去宣告 它的存在 好 那接下來好玩事情發生了 好 就是呢 我們呢 我們就這邊用is term 去宣告什麼 就是blog start blog end 注意到這邊有底線 好 就是因為上面有底線 然後我們就跟著有底線 好 然後呢 接著呢 我們怎樣呢 接著我就是 呃 我就把這個地址取出來 好 然後呢 這個不要念成end 這個要怎麼樣 這是address of 這是一個operation 好 就是把這段地址取出來 好 那同理呢 我也把這個end的地址取出來 好 然後呢 就是 我就是怎麼樣 好 那我們去編譯連結之前這段程式來觀察一下 好 再看一下我們這個test.c 好 所以就是 我們的關鍵是什麼呢 關鍵就是 我們透過link 好 所以你看 我呢 在編譯的時候呢 編譯 透過GCC編譯跟連結的時候呢 我最終的輸出檔是test 好 這個 這個用執行檔 但是我的輸入有兩個 一個是test.c 證明什麼意義就是上面這個 然後就是剛才那個透過什麼 透過link產生的blog blog.o 然後 這樣編譯跟連結完成了 好 我繼續質詢 好玩的事情發生了 好 你看喔 這邊呢 end-start 是什麼 end-start 就是 在我們之前展示給大家看的 是什麼 你會發現 這個大小是 剛好就是 unin-a 這裡面100英文 對吧 然後呢 下面顯示這個 5569 然後 b19 卡牌那是後面一大堆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符號的開始位置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呢 我用這個strins 先來看一下這個strins 工具在做什麼 strins是一個工具 它可以顯示一個 一個檔案裡面呢 人們看得懂的部分 printable 好 那如果用strins 去看那個什麼 看那個 taste這個執行檔 好 然後呢 當然裡面有一堆東西 你都看不懂 不過呢 你總是有這電話看得懂 還記得這個東西吧 這不就是我們 unin-a的輸出嗎 這是為什麼我們示範的時候 要用個文字檔 因為這樣比較好觀察 然後當然過程中 有些東西大家猜的猜就出來嘛 對不對 什麼gcc 然後註詞 然後你有興趣的blog 在哪裡 就這裡 好 來看看 好 有沒有看到這個binaryblog start binaryblog end 那當然這個binaryblog size 也在這裡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們link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把這些 不同的這個object file 就是我們這個taste的點c 好 它編譯完呢 它會得到這個test.o 嘛 然後把test.o 跟blog.o 把這些符號把它整合起來 好 所以在這個test.o裡面呢 它會依賴什麼符號 它會依賴這個binaryblog 好 start end 這些符號 那我呢 就透過link 把這些東西這樣 把它這樣 把它繪成起來 好 然後呢 所以這個顯然呢 就什麼 這顯然就 就符合我們之前的那個blog 好 然後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之前那個 產生的這個blog點 好 那我們用另外一個工具 叫做 綠的ef 好 那這個綠的ef呢 我會找到比較多 比較多這個 會有比較多輸出 好 我們也是一樣 來查閱一下 這個綠的ef呢 這個工具超強大 就是 呃 它的man page就好幾頁 你可能要看一陣子 才沒辦法看完 好 不過沒關係 不用太挫折 這個綠的ef呢 呃 我們 要用的時候就在去選 然後 那我們剛剛來講 來講話呢 我們用到什麼呢 用到-s這個 這個 參數 然後 這個-s呢 是什麼的縮寫呢 是這個sections 或者這個section header 的那個縮寫 就叫-s 那它的用意是什麼呢 它去把一個 一個執行檔裡面 或者一個ef 符合ef格式的一個檔案 把它什麼 把它這個section header 把它顯示出來 好 好 那我們來觀察一下 好 然後 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呃 很多東西看不懂 不過也不要太挫折 好 我們呢 來看一下 這邊有data 有 simple table 然後 這個有是吧 這個有這個 呃 Representative Huh 然後 然後呢 你可以發現 intend 看 поддерж 呀 發生了 partly 這個 這 time 對 ef 這個 甚至 过程中 这边有DOT 表示它是Section 那这个Section 对于这个EF执行档 到底是什么用途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说 一个执行档里面 它不可能只有 程式码 你自己想看 像Hello World 这样的一个程式 它显然要有一个机制 去想不想把字串印出来 对吧 所以它会有程式码 但是它显然会有 Hello这个字串 所以它一定会有Data 所以像Hello这样的Data 一定要有地方放 所以注意到 执行档里面 不是每个地方都是执行档 那除了这个执行档 除了这个 真正的一些Machine Call 跟这个 就是Machine Instruction 就是一个CPU的Instruction以外 就是CPU的这个指令 跟相对应的 要存取到的资料以外 一个执行档里面 其实还要包含 比如说 我一个Hello这个程式 它可能用到什么 PrintF PrintF这个Function 它其实它本身 它不是定义在 你写的Hello.c这样的程式里面 它显然是在某个地方去提供的 那同样在你所不知道的C语言里面 我们有另外一个讲座 叫做 叫做动态连接器 那在动态连接器里面 我就会讲到说 有个东西叫Simultiable 所以事实上你这个PrintF 这个函式 它是需要的时候才去载入 所以士兵在你的执行档里面 一定要有个地方去描述 像这样的PrintF这样的一个符号 到底是怎么载入 那在动态连接器篇里面 我们有讲到像PrintF PrintF 还有一些间接的一些调义机制 那你去参照 那除了这个需要外部的这个符号以外呢 其实一个执行档还要描述其他的资讯 这些资讯就比较多元 所以我就不客观的 稍微稍微减速 像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资讯 去提供给什么 提供给像Debugger GDP这样的Debugger 那你知道Debugger呢 它的用途呢 其实不是像那个 不是像那个杀虫机一样 按下去虫就不见了 其实不是 多半的时候我们讲的Debugger 它其实不是把bug消除掉 它是把bug显示出来 或者说让bug比较看得到 注意到是用比较 有时候你用Debugger还是看不到问题 这没办法 所以就说这个Debugger的作用 它其实是让城市开发者 可以设定中段点 它可以去单步执行 或者说我想去看 一个function到另外一个function之间 它的流程是怎样 这个GDP这样的一个Debugger 可以给你的资讯 那问题呢 我既然要知道城市的资讯 那我显然要包含一些什么 包含一些 一些特别 针对这个Debugger 去特别写进来的资讯 否则我没办法Debug 否则我不可能知道 如果Debugger不知道 这城市叫什么名字 这个城市里面宰了什么东西 这个城市在崩溃的当下 它自己是怎么去存取的 那像这些资讯 其实这样 都需要额外记录在执行党里面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一个执行党里面 一个有效的执行党 其他必须要包含足够多的资讯在里面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边 然后像刚才那样子 这个就是说迁入一个二进位党 一到执行党里面 然后我们这边再讲一个小例子 这边有个小例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程式码抓下来 然后你可以快速看一下 这个程式非常小 但是也蛮有趣的 那它的基本上就是来看看它的律密 它律密怎么讲呢 它是说它使用这个Object Copy 去干嘛呢 去帮一个把一个Burnify 和一个二进位的一个档案的资料 把它连接到一个C程式里面 所以我在过程中呢 我可以去存取到让一个执行党 让一个西元的程式 可以在执行的时候呢 存取到一个图片啊 声音啊 诸如此类这样的一个资讯 然后它不是用LD 它是用一个工具叫Object Copy 我们来面一下 这个Object Copy呢 这个很难玩的 就是它在做什么事情呢 它把这个Object File 可能是一个或是多个 把它只要复制 复制起来很无聊 但是它可以转换 注意到转换的功能 这东西很强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bject Copy呢 你看到这个Man Page 其实写了一大堆 来看一下 这边有点玄机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Object Copy是葛怒的这个工具 就是在葛怒拖拳的部分 然后呢 注意到呢 这边写到一个东西 它说Object Copy呢 用到一个特别的韩式库 它叫做Gnu BFD 先把名字记下来 这个Gnu BFD这个Library 它存在很久了 就是 我忘记它的 大概忘记它的历史 不过它大概是在 不是大概 在1990代初期 它写在 这个是一个 在这个当初Gnu Project 就是Richard Storman 成立自由软体基金会 那号召世界各地的高手 来为了 理想中的作业系统 去发展 那这个理想中的作业系统 就叫Gnu 那Gnu这个作业系统开发的时候呢 不是一开始就去开发 作业系统的核心 而是去开发一个工具 所以 帮助说你知道的像GCC啦 GDB啦 那这样就这样 一点一滴的赚取出来 然后为了要让GDB GCC 这样的一个系统软体 不是只有编辑器啦 它有包含说 Compiler Linker 或者Debugger 这些工具呢 可以有共用程式嘛 所以当时呢 Gnu的这些开发者 他们在1990代 应该证据说完 应该是1980代末期 他们就发展一个东西 叫Gnu BFD 那Gnu BFD的功能是来做什么 它是做到跨越多个平台 注意到 跨越多个平台 提供什么 可以去读 可以去写 可以去读取 可以写入这个Object File 所以这边Object File 很可能是在Linux上 是EF 执行哪个是 那在Windows的环机下 有可能是PE 这样打个个是 那如果是在MacOS上 它可能是 Mac.o Mac.o 在MacOS上有这样的东西 Mac.o 好 然后反正它就能够适用在不同的格式 当然它里面格式可多了 这个BFD Library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西 刚刚讲过 从1990代初期就已经存在了 好 那Object Copy是建构在这个基础之上 好 注意到 那它是属于比较传统的东西 那传统没什么不好 其实它一直到今天运作的好 那我们稍后会讲 像LVM 这样一个新的专案 它们就用全新的方法 就把这种翻修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 这个Object Copy能做的事情 其实绿的EF也可以做 绿的EF它底层的搭配一些东西 它其实也可以做 做某些相对应的功能 然后但是注意到呢 这个 这样注意到这个东西 就是 绿的EF呢 它的这个功能 就是跟那个 Object Dump 是相似的 就是我们刚才展示 是不是有展示Object Dump 那注意到 Object Dump 这个工具 是用 BFD函事库做出来的 但是呢 绿的EF 它的功能 虽然跟那个 Object Dump很像 但是呢 它是不依赖BFD的 所以你看 直接是很奇怪 就是你看 Richard Stoneman 号召一堆高手 来开发 针对他的理想中的追求 就是GNU 去开发软体 对吧 从这些系统软体开始写 可是有意思的地方是 当时呢 做这些事的时候呢 就是 开发的这些工具的时候呢 竟然会有两组人马 一组人马呢 发展Object Dump 使用这个BFD函事库 那另外一组人马 是发展EF 这样的一个 绿的EF这样的工具 然后呢 绿的EF呢 是没有ELab BFD 为什么要这样的设计呢 这很老玩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BFD是有bug 就是这个韩式库多有bug的话 那Object Dump 会受到影响 但是绿的EF 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是一个交叉检验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是在那个年代 比较奇特的地方 那么再继续看 这个程式叫什么 叫Object Copy to Carry 然后先来看它的那个 MegFile 这个MegFile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最终的一个Target 叫什么 叫做TaskMe 然后它支援的这个硬体架构呢 有这个S8664 然后不然就是有这个 30万元的话就是 就是像On的架构 这个地方就是搭配像这个 树梅拍 第一代的树梅拍的这个架构 好 那真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真的好玩 这个Object Copy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Object Copy 它在做什么事情呢 来注意看到 它把你这个ETC Password里面的内容 把它变成什么 Password.o 所以一旦把它 Meg之后 那你会发现好玩 就是它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Password.o 它是一个什么 EF资金档 可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它的内容在刚刚有显示 它的内容怎么来 它是从ETC Password来的 好 然后 可是我不想让你看ETC Password 没关系 我让你看它字数多多少 在我的这个ETC Password里面呢 它有64行 那它有多少资源呢 它有这个3320个资源 然后我们看最终产生出来的这个 Password.o 然后呢 诶 你发现好玩啊 有没有看到 记得刚刚那个3320对不对 那的确呢 在这个 Password.o里面呢 它也有3320 当然你猜也猜出来这双 就是刚刚那个内容 不过不好意思 我不想给你看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这边 把这个Password.o 缠着出来 它用到一个东西叫什么 用到这个东西叫 ObjectCopy 好 那这个东西写法比较复杂一点 不过也不用担心 它这边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 它跟你讲 指定里面有 它的Session名称 然后 那关键地方就是什么呢 关键地方是它在指定一个什么 指定ObjectCopy能够接受的Architecture 那以我这个例子来讲 我的电脑是S8664 所以我就会 S8664就会输入进来 然后呢 再来它会 有一个参数 我们再存入自己一次 在这边来讲 这里开始是什么 ObjectCopy实际的 所以你看到 它有输入是一个Binary的形式 然后呢 它的这个怎么 最终支援的硬体架构是S8664 那它的是EF64委员的这个架构 然后 那我输出的 这个档案呢 叫什么 叫做Password.o 然后它的输入是从哪里来 是从ETCPassword来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那个TestMe 你大概猜得出来 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Password这个字 没错 就是存在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这边就是跟刚才那个 如初一侧 对不对 Binary EtcPasswordSize 然后Binary EtcPasswordStartEnd 然后注意到 如果你的档案呢 它不是简单档案 它是把你的目录的话呢 没有 比方说它就是什么 它是Stash Etc 然后再StashPassword 然后就把它转换成这个 转换成 额外一个底线 好 然后呢 这个程式呢 就要干嘛呢 就是去显示 对不对 然后就显示什么 显示 显示这个 它的这个大小 好 好 然后给你看一下 好 上面就 得到一个什么 TestMe 好 然后 不能给你看 好 但是 但是 我把程式码给下 犯了一个错 我不想明白 给你看到内容 好 好 那 我们呢 就把什么东西显示出来呢 显示这个 把这个 这支名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 一样 它的大小是什么 三升二零 好 然后它的 它的这个什么 从这个 基底位置 就从这里来 好 好 然后 所以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 这个机制 就可以协助我们 去做到什么 去在执行时期 把这个 把这种必要的资讯 把它显示出来 好 那注意到 这个是Link里面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应用 好 那我们在之后呢 会讲一些这个 更进阶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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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例子 就是 在 执行档里面 迁入一个 另外的 二经维档案 当作一个输入 透过Link的作用 就是前面有提到 Link的作用是把 不同的object file 把它整合起来 合并起来 然后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要讲一些 更具体的 就是说在一个 专业的程式里面 注意到不是每个程式 都需要知道Link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的程式很特别 就是不管是规模啦 或者说它的定位 它可能是一个小程式 但是它是Bloader 它是一个作用系统核心 好像在一个特殊程式 好 那你就会需要 或多或少就需要知道Link 好 好 然后 这边我们再讲另外一个示范 我们称为叫 Init Script 注意到Init Script 这个东西 很多啦 就是 就是说像那个什么 像这个 Linus就有 就是说我启动Linus系统的时候 有某些Script会被执行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正确的说法是 Init Hook 好 那这里 Init Hook 然后这边在讲什么 就是说 当我这个在 一个作业系统启动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 某些程式 是早期的时候就会执行 像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我写个Function在这里 然后我希望这个Function 在作业系统早期 启动的时候早期就执行 比方说这个Function要做什么 比方说要配置记忆体 比方说它要确定说 这些初始化动作进行到哪一步 那有些事情一定要是在早期去做 不能拖到之后才去做 那可是麻烦的地方是说 如果说你把刚刚那个逻辑 写成程式的话会变麻烦 比方说你要一天到晚去改变说 你的这个写一堆什么 If-else 写一些switch case 去检查 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去检查 比方说记忆体配置了没 然后或者说你要使用 使用 档案的存取的时候 你要先确保说档案系统 是不是已经 已经初始化好了 以作为这种观点 因为你档案系统一定要初始化 我后面的程式才能够办法这样 才能够去读档案 写档案 所以变成说你写程式就变得很麻烦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一个技巧 这个技巧是这样 就是说 我就是用一个很特别的Maker 叫做inithook 就是说什么 我在早期的时候你就会去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hook test 或者是你想要的方讯 比方说初始化记忆体 初始化档案系统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你一旦做完这个初始化之后呢 好玩事情发生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们在做一种早期 我就可以 比方像这样一个方式叫runinithook 那这inithook呢 它在做的事情呢 你有看到这个start 有发现这个end 你发现好玩了对不对 有start有end是表示吗 这不就是用到刚才那个什么 用刚才那个技巧对不对 我们有start又end 比方说你去看这个 有start跟end 对不对 好 那你会发现说今天有这个 有像这个这样子吧 这个start有end 好 那所以呢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好玩在哪里 好 好玩在里说 这个该不会怎样 该不会也是用到这个linkscrew去帮你处理 它的技巧是这样 没错 它的技巧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看我呢 这个有什么 有一个东西叫inithookstart inithookend 注意到 所以我有一个开始 有一个结束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来重新看一下这个东西来做什么 就是我们称为叫做在F9Microchronous里面 我们成大咨询系的这个老师跟学生一起开发的这个作业系统 我们在2013年 2012年底 然后到2013年 就是在开发 然后网上有一些合作者 跟我们一起做 那这个东西呢 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说 它要让初始化流程可以集中在某个地方 可是呢 又不想要破坏城市的这个结构 所以它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 不管你的子系统是档案系统也好啦 你的子系统是网络也好啦 或者你的子系统是一个除错的系统 反正呢 我只要经由这个inithook去标注 它就可以在作业系统启动的早期就去执行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事实上呢 在这个这个inithook呢 它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学问 它唯一的学问其实在这里 就是说呢 它透葛怒的extension GCC有一个葛怒extension 去标注什么 标注一个符号 它应该摆在哪里 它要摆在inithook 注意到前面有个点 注意到这里有个点 那表示我要放在什么 放在某一个section里面 那它的section名称就叫做inithook 所以你可以想见一件事说 不管我今天有多少的function 它是用这个inithook 反正最后呢 最后呢 我这个编译完之后呢 那些function就会这样 都会摆在这个inithook里面 我们这边做个示范 那我这边就是去取得f9microchronel 那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这是一个符合L4microchronel 规范的一个作业系统 那L4microchronel是第二代的 这个microchronel设计 然后呢 这边我们有兴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这个inithook 然后你会发现说 在程式码好多地方都有inithook 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来讲话 像是直前序的初始化的啊 那这边K-Program 那你可能对LinxKnow 熟悉的朋友可能知道 LinxKnow有个东西叫K-Program 在f9microchronel里面也有 然后或者说像系统呼叫 然后或是胎门 所以你会看到 我这边这些做初始化 那我就这样 就在这边做 然后我这边举个例子 用这个interrupt当例子 那在这边来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 我这边有什么 我这个interrupt 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操作 你先不用理会它 做了什么事 反正我们就看它 里面有东西的嘛 什么inithook 所以就说 我基本上那这边 这边就初始化 初始化一个中段处理 然后这一段程式码 会确保什么 在我们最终编译出来 这个执行档的时候 它会坐落在哪里呢 它会 坐落在一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呢 是有什么 有这个 inithook 这边去包含的 所以你看这边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 这边的 不管中间有多少个 部分用到的这个inithook 那反正呢 我在gcc 去指定这个attribute 要求说把这个symbol把它放在哪里 inithook里面 然后之后呢 我就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ld 注意到这个ld是什么 ld就是 刚刚提到这些linked script 那注意到 呃 那gnu的那个linked script是很复杂的 它本身就是一种程式语言 注意到 这看起来就像一个程式语言一样 它的确也是一个程式语言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但是不用太紧张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说 呃 然后这个inithook里面呢 又要透过linked script 去把标 用什么标 把它涵盖起来 用init start 跟init end 这个这两个是吧 不同的symbol 所以注意到 我在用的时候 就用什么 用itstern 就可以知道 然后这样的技巧呢 可以让我们做到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东西 不是只有做一种可以用 比方说呢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像西元 西元本身它没有这个 所谓的constructor 没有constructor这个概念 对不对 就是在标准的西元 是没有这个 像西家家那种constructor 但是呢 有些程式呢 我会需要怎样 我可以在早期 比方说 在早期的时候去启动 那同理呢 我可能需要怎样 程式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 我去 我去把那些 做负责做善后的一些操作 把它拿来执行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种技巧 你可以把constructor 跟distructor 分别用什么 用这个init hook的技巧 去把标注在 比方说标注在一个constructor 一个section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distructor 所以呢 你只要去决定说 我这个init hook要摆哪里就好 所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就是 这边 我就写一个init hook 然后 我们在启动系统的时候呢 看一下这个东西在哪里 kernel start 所以你看我在main的时候呢 你看我在main的早期 觉得干嘛 就去run 然后我们在F9 麦克克隆的设计来讲的话 它有分label 所以比方说 我先去把什么 把这个不同的label 所以你看我不同的label 最早要执行的 然后我搭配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 就是你看1 100 200 300 它就不同了 就是不同的这个label 那我故意让它每个big 可以错开 然后呢 好玩地方在哪里呢 好玩地方在就在这里 然后那就是在这里 我有这个label 所以我们在撰写的程式的时候 就很单纯 就是说 我哪个东西是最早要执行的 然后看做一些出实话 比方说什么 中断的 然后呢 我在跟什么平台有关的部分 然后我在怎么 我在 比方说一般的 就在这比起来 这个已经算是一般的 对照看这个 就数字比较大 就是数字越大就摆在越后面 数字越小就摆在越前面 所以你看到 我用这样的技巧 这样我就可以 去去 透过这个 透过 葛怒的extension 搭配link script 那我可以去做到这边 所谓的这个什么 init cook 这样一个机制 好 然后当然你说 了解link 只是为了这些事 其实不难 了解link 做的是可多了 我们刚才讲 那两个例子 都只是一个 以前我们在学 那个资讯工程 学这些电脑科学的时候 那你可能会听过 一句很经典话 你说城市是什么 城市就是 资料结构 加一个演算法 这句话没什么错 但是呢 在线对软体 其实它是很复杂的 你去思考件事 你每天用的手机 其实它背后的东西 就很复杂 你知道这里面 有几个作业系统吗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很多人就拔玩一下 看一下 这是安卓 所谓的Android 那就是Android作业系统 但是我问的问题是 里面有几个作业系统 那你说 奇怪 那不是Android作业系统 那就一个吧 其实不难 你去思考一件事 的确 会有个Android的作业系统 只有一个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如果你去查询的话呢 其实会发现说呢 在Android里面 还有个东西叫什么 T1 什么叫T1呢 T1呢 就是它称为叫做 可信赖的作业系统 就是说 你看到 就是 你看到 这边有个东西叫 Nun-Squeue 那个东西叫Squeue 好 那Squeue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 先不要被词下到 就是我们讲Squeue 就是说 它需要保证 它一定要是可靠的 像什么 像是一些 加密签章的操作 像那种电子钱包 那这个电子钱包就不能曝露在外界 什么东西就曝露在外界 其实你的很多操作都曝露在外界 你打开你的微信 你打开你的LINE 打开很多Facebook这个程式 它就是曝露在外界 这个东西呢 无可厚非 对外通讯的东西 那真的 说不通 可是呢 一旦只要对外 它其实就是不安全 所以注意点 这东西只要对外 它就 它就 有挑战 所以我们不能把 签帐的部分 开放在外面 对 因为 你签章 数位签章也好 电子钱包也好 它最关键那些 key 那些private key 它不能曝露在外界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我们把系统切割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 non-secure 就是说开放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secure 它是不开放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secure的系统执行的时候 Android本身是看不到它的 所以比方说 我们的加密签章 或者说 一些要存取到 private key 这种东西 它是放在secure的部分 那secure部分 它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trusted kernel 顾名思义就是什么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作业系统 所以你看 光是Android的系统 运作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什么 就两个部分 一个non-secure 就是一般的Android系统 另外一个是 做电子签帐 电子钱包 带上说你的指纹辨识 指纹辨识 它不是在Android里面做的 Android指纹是拿辨识出来的结果 去判断这个 判断这个指纹辨识 通过了没 但是真正的指纹辨识 那些我们称为叫 biometric 这种生理的 这些资讯 其实它是执行在哪里 执行在trusted kernel里面 执行在trusted operating system里面 所以注意到 光是这个情境 光是什么情境呢 就是有整个指纹辨识的 我刚才说 像数位签帐 就有两个作业系统 因为这样的结束 没有 还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model 就是你的数据通讯 你要能够通过3G 通过4G 通过5G 不管通过 通过什么样的电信网路 你要有个model 那model上面 有没有作业系统 有 所以注意到 讲到目前为止就三个了 你没这样结束 没有 其实太多的是 比方说 在apple上 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secure Anker Lab 注意到 secure Anker Lab 是什么 它又是另外一个 作业系统 这个东西的示意图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它是一个独立的晶片 比方在这边 它有一个独立晶片 然后在这边叫做 Secure Anker Lab 你看得到那些密码 很特别的那些 Proper Key 或者说你的那些深的资讯 是在独立的晶片 所以它上面有一个 独立的作业系统 那上面独立的作业系统 是什么呢 就是L4 Micro Kernel Apple来讲话 也是拿刚刚讲过的 第二代Micro Kernel 做基础 然后 所以你的iOS程式在哪里 iOS程式在左边 所以它是执行在 另外一个处理器上 另外一个作业系统上 那当然你就知道 那个作业系统叫做iOS 所以你看到 我在这个处理器上 我在iOS上 那我透过一个机制 跟另外一个晶片 去沟通 那这个晶片之前的东西 叫做secure Anker Lab 它是另外一个晶片 搭配另外一个作业系统 所以你看 多个作业系统的存在 是很常见的 你每天用的手机 它就是属于那种 多个作业系统 多个晶片 然后多个不同的 自信单元 所存在的一个什么 集合体 所以注意到 我们这开发作业系统 其实不是一个什么 为了要干掉Windows 为了干掉Linux 其实不是这样存在 其实很多作业系统 就像画面中这样的东西 Secure Anker Lab 这种东西存在 就是说 它是来辅助 主要作业系统 去做到一些 安全隔离 做到一些监控 比方说在云端的系统也会有 就是说 你思想一件事 一个云端主机 对不对 就是一个 一个 比方说刀锋伺服器 就是这种扁扁 长长的这样一个 刀锋伺服器 那像刀锋伺服器 它里面执行Linux 它可以做很多事 可是你们想过一件事 那如果Linux 当机了 或者Linux 遇到一些障碍 它不能运作的时候 那谁让这一块刀锋伺服器重开机 对吧 因为你已经没办法远端 眼线 没办法输入指引 所以你要怎么重开机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所以在我们之前 有个讲座叫做Linux核心设计 那里面就讲到什么 讲座呢 就是讲到 其实呢 这样的一个刀锋伺服器里面 它其实包含 类似画面中这样的东西 就另外一个晶片 这个另外一个晶片 上面也执行一个小型的作业系统 那这个小型的作业系统的存在来干嘛 来监控Linux 监控那个通用作业系统 它的健康状况 那如果说发现这个通用的作业系统 像Linux 它不能在运作的时候怎么办 由这个特质的晶片 去把这个系统重启 就是比方说最简单就是断电 再重新上电 让Linux重开机 然后或者说在这个Linux 遇到障碍的时候 把这些资讯 把它通过网路传输出去 所以这本质上 它上面就只是一个小的作业系统 那这个作业系统要不要开办 废话当然要开办 那这个也是这些 云端伺服器的公司 像是这个什么 Facebook Google 然后连带它的代工厂 比方说技嘉 广大 他们会会有一些know how 在专注在这种 就是怎么去让这个 这种刀锋伺服器 那里面暗藏一个 一个特别的一个执行单元 那之前像Intel跟Google 就长期有在这方面的合作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些东西的背后呢 其实也是要刚才讲的 这个Linux 好 那的协助你大概可以想象的出来 然后再来是呢 我们要考虑到另外一件事 我刚才既然提到云端 那我再继续讲 在云端的很多应用来讲的话 它没有所谓的 Keeler Application 也就是说 在云端运用上 你就思考像Google的Data Center 那Google的Data Center 它里面做非常多事 比方说以搜寻情来讲 在搜寻人型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当然会去做什么 一些索引 或是做一些caching 反正我做一大堆事情 就是不管你懂不懂资料库 反正你大概猜得出来 Google的那些云端系统 当然以目前来讲 一个很重要的业务 就是搜寻情 那这些搜寻情的程式 它可能它绝对是多工的 那绝对要善用不同CPU的资源 善用不同硬体的资源 但是呢 如果你去对系统 做一个全域的一个效能评比的话 你会发现 效能分析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有趣 因为它执行的程式太多了 在一个伺服器上 你就先假设它有很多核 可能64核 96核 128核 256核 反正不管它有多少 非常多核 那如果说你去做一个效能评比 你会发现很好的 因为 搜寻情它很重要 但是多个搜寻情 执行在同一个伺服器里面 那它的每个百分比 可能就只有1% 2% 它不会突然就占掉 可能90% 不会这样 它可能往往都是1% 2%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在伺服器 尤其在云端的应用来讲 往往我们找不到 很明确的效能瓶颈 因为每个层次都很重要 以前我们之所以可以找到效能瓶颈 是因为 我们的焦点只有一个层次 但是呢 一旦你像这个 像Google这种云端的伺服器 它有一堆应用都 跑在什么 同一台 大型的主机上的时候 那因为每个应用都很 都很 吃CPU资源 都很吃这些Io资源 但是多个弄起来就这样 就每个都拉地了 一个跑的话 可能赞百之百 但是呢 我有那个一百个一万个 去跑在同个伺服器上 那每个占的 可能就占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这种很低的比例 所以这时候呢 Linker做最佳化的意义就很大了 怎么说呢 来思考一下 这件事 Linker为什么在云端的公司 就发现Facebook也好 Google也好 他们都花很多心思 在做Linker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在云端的系统来讲 你往往 你找不到keyed up cash 你找不到keyed up cash 之后呢 你找不到那些效能瓶颈之后呢 你往往呢 就不能只是动用 城市开发者 去最佳化那个效能瓶颈 因为很多地方 最佳化已经做完了 所以往往呢 我需要透过一个 自动化的机制 这个自动化机制就是说 我不去更动城市码 我不让城市码 让城市开发者 自己用眼睛去看 我是让城市 去最佳化城市 听起来很神奇 好像什么东西 跟AI有关 不是 这个跟人家没关系 当然也有人把AI跟这种最佳化 把它扯在一起 那不管 就是说 Linked呢 我们就 我们去思考一个 有趣的系统 就是说 这个系统呢 它可以让你这样 去扫描 城市的运作 那扫描 城市运作的时候呢 它中间会发现什么 有些城市码 它可能是这样 是执行的比较平凡的 那有些城市码 执行的比较不平凡 那我呢 把城市比较平凡的地方 就像Windows的硬碟充足一样 我把它平凡的城市码 挪到怎么样 比较相近的地方 那所以你可以想到 我以机体的观念来讲 我原本城市 平凡跟不平凡的城市码 它可能混在一起 但是呢 我把平凡度高的城市 把它排到一个比较连续的区块 相对来讲 比较不平凡的城市 我把它要摆到另外一个区域 所以当我城市在执行的时候 我需要载入到 把城市载入到机体的时候 也许这样 载入到一开始 我就可以这样 我就可以执行了 我不用载入到全部 我就可以执行 大概概念是这样 但实际上 真的城市的执行 它顺序是很复杂 而且Linker能够做最佳化的幅度 远禀刚刚想象的那种 就是像那个磁铁充足 它其实可以做的东西更多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在 同样在你所不到西元的讲座里面 有提到编译器最佳化 跟动态连接期篇 我们有些背景知识需要知识 需要知道 所以我们这边快速去追踪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之前 有提到一份简报 那这个简报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尝试 做一个比较科普的材料 注意到这个材料是2015年 所以距离现在几乎已经过了4年 所以有些资讯可能会过时 你看这个资料时候要小心 然后这一份材料的话 就是希望让大家 就算是不了解编译器原理的人 他可以去有个基础概念 然后我们今天用的范例 是用耿路拖劝做说明 然后里面搭配一小多人 这个UncleMips的组织员 然后我们要去思考一个议题 就是你看 我像一个Halo这样的程式 它是怎么过来的 它一开始会交为什么 一个编译器我们叫做CC CC Compiler 然后它把它输出成组合员 那再交由Assembly 就是把这个Assembly 把这个组合员的输出 我们称叫Assembly File 把它转成Object File 所以刚才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看到点O 就是所谓的Object File 但是光有Object File是不够的 因为Object File里面有可能有一大多数字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Symbo 最后把它拼合并起来 然后最后拼成一个什么 拼成一个执行档 然后叫Hello 所以你以往都知道这个东西 叫做编译主义连结 有三个步骤 可是注意到一件事 在现代的编译器做最佳化的时候 其实它不是只有这么单纯 不是只有编译连结 其实在现代的编译流程 它其实它蛮复杂的 就是说你在这边是引述这个龙书的内容 所以它会去做Lexical Analyzer Syntense Analyzer Symatic Analyzer 就是说从这个什么 从我去解析不同的字 比方说if switch if else 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什么 就是把它切成不同的token 然后会有语法 有些语法是不对的 我们要把它检查出来 然后再次我要去知道语意 什么叫语意呢 叫做7 跟7.0 在数学上7跟7.0 看起来是等价 对吧 但是在电脑来讲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比方说整数的7 在二进会表达什么 就是111 二进会表达是11 但是呢 7.0 在电脑里面呢 它如果是依据I-241-754 辅典数的标准 它肯定觉得 肯定不是什么 111的形式 对吧 你要知道说辅典数的表达 要知道它是单精准度 双精准度 还要知道它有什么 有这个指数 有一部分是指数 有一部分是有号数的 反正就还有能提杀 反正就注入之类 它有不同表达 所以7跟7.0 它其实在二进会的表达是不同的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程式的这个 语义分析 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 对吧 比方说我把7.0 把它储存在一个Integer里面 那它储存之后就是存在 111存出去 那反过来说 如果把7存到一个Float 或者存在一个Double 所谓的服务点数的存在 那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存 这个东西就涉及到语义 那当然编辑光做的也是不是够的 其实它要做一个东西叫什么 Intermediate Co-Generator 就是它会有一个中间的一个 程式码产生 然后呢 再是什么 再会跟这个 一开始呢 做一些最佳化 是跟硬体有关的 然后之后呢 会去产生这个跟硬体有关 比方说Intel架构 Under架构 然后之后呢 又会产生了跟硬体有关的一些 程式最佳化 好 然后 那我们在之前的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 编辑器最佳化片呢 就有讲到一些 最佳化的一些 技术跟一些策略 那比如说你会知道什么 你会知道 有个东西叫IR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以前没有 这种IR一个中间的表达式的话 那你会发现说 从这个语言的前端 到最后的这个 不同硬体的后端 那你会发现说 它就会像底下这张图一样 它会画一大堆东西 那很多程式版都不能重用 反过来说呢 如果我一开始 先产生一个中间的形式 就是说不管是Java语言 或者是C++ 或者是C语言 我先去转过一个中间形式 那中间形式呢 再怎样 就是再找到对应的这个程式产生 那我就可以让 不同的这个 front end跟back end 可以拆开 在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模组化的一个机制 那当然说 我们的很多最佳化 它是跟一体架构无关 那可以去这样子去试用 所以我们在之前来讲话 有讲到一些最佳化策略 还有以及你要考虑它的点 那包含说 这边有讲到SSA 就是透过这种机制呢 就可以做到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直接讲答案好了 就是表现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有什么用呢 这个东西很强大 表现像这个程式 看起来复杂对不对 我A一开始的数字是11 B一开始被指派成13 C这个变数指派成5566 然后你看中间做了乘法 做了加法 做了除法 看起来复杂对不对 然后I++也有什么 涉及到加法 很复杂的东西 但是最终神奇的地方是什么 最终神奇的地方是 它产生出来的机械码 就只有两道指令 一个是NOV 一个是BX BX就是 这个都是ON的指令 最后就是Return 所以你看这么复杂的程式 上面这么复杂的程式 对不对 有加法 有乘法 有除法 但是最终产生出来 最佳化的程式 竟然知道 只有两道指令 而且最后一道指令 你不用管 有个反规 所以 如果我们去对照旧版的机器 它产生程式码很多了 你们看到 左边有一大堆点点点 它产生程式码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讲这个编辑器最佳化 其实是很神奇的 可以让这么复杂的东西 变成可以最佳化 我们在之前 这个最佳化讲座 其实有提到 接着我们要去提到 另外一个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概念 其实编辑器在扮演的角色 其实它是很多元 你可以看到 这边来讲 你看 就是说 以前我们就是 刚刚提到 Assemble Compiler Compiler Assemble Linker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到 编译主义连接 可是你在这个画面 你看到一个东西很奇怪 你看 Linker 最后的东西 竟然会丢到 Compiler 对 你会乍看这张图 你觉得可能画错了 对吧 注意到这边画错 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就叫IPO 这叫Interprocedural Optimization 注意到我们就讲了 Procedure Procedure讲的是什么 是讲的一个function 就是在西元的function 当然搭配不同的语言 比方说在JAR里面是一个Method 或者Pascal Pascal就叫Procedure 所以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这个Interprocedure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可以跨越function 跨越Method 跨越Procedure 做什么 做最佳化 那这个最佳化呢 它需要编译器以外的协助 所以注意到 你看这个过程 以前我们透过Compiler 才能出来 在这边 我的原始程式 透过Compiler产生出来 是一个像ObjectFile 就是点O的档案 但是我们在这边 我们把它 透过Linked去输出完之后 把这些ObjectFile 合并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档案的时候 我不急着拿来执行 而是我再丢回去到Compiler 注意到 我再丢回去到Compiler 那我丢回去给Compiler之后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可以去检测说 这个系统里面 有没有还有可以让我最佳化的空间 然后之后呢 再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最佳化 注意到 这东西乍看很奇怪 但是它是一个很常见的手段 然后这整个东西 我们称为叫IPO 然后这个IPO的用途是什么呢 比方说这个 就是 它的存在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就是因为编译器呢 在编译程式的时候呢 它只会专注在目前的Compilation Unit 所以这是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什么 叫Compilation Unit 就是说你看到我们这个程式 比方说左边有个程式 右边有另外一个程式 7亿元的编译器 在编译的时候呢 它一直只看一个点西档 所以我在编译这个点西档的时候呢 其实冲到尾我不管什么Symbol 我不管中间到底编译什么程式 总之呢 我编译一个点西档 我就程式个点O 那它这个做一个编译单元 有时候呢 我们会遇到说 有什么 用Extern 像前面展示给大家看的程式码 它有什么 它有这个 它有Extern 所以我用这样的去标注 标注什么 这个Symbol是在另外一个Compilation Unit 那所以总之呢 在这个编译器来讲话呢 Compilation Unit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编译单元 然后我在编译完之后呢 在交给Link之前 我在交给Link之前呢 我看到东西 其实都是这样 一个点西档 所以你要什么时候呢 才有办法把所有的Symbol都看得到 其实要通过什么 要通过Link来看 好 然后呢 好吧 另外是什么呢 在现代程式呢 其实有很多那种小的副程式 好 比如说你应该知道 就是说 在 我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 可能是30年前 就有人就讲软体IC这个概念 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IC 在现代来讲话 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就是说 我们可能有专门处理声音 我们就说一个Audio IC Speech IC 那也可以处理影像 比如说这个Video IC 那我把Speech IC 搭配Audio Speech IC 搭配这个Video IC 再搭配一个网路IC 然后拼做起来 我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一个多媒体播放器 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是在硬体的观点 可是呢 以软体观点来讲话呢 要把软体IC化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软体的自由度很高 软体的开发流程 比较特别一点 没有像硬体这么成熟 而且软体写不好的惩罚 也没像硬体这么大 硬体没做好的话 它就变什么 它就变破铜烂铁 它的几千万上亿元的开销 就瞬间泡为乌有 就瞬间从很高价值 变成没有价值 那软体不太一样嘛 软体有很多自由度在 那一直到今天都会多调整 那你会发现说 在现代化的程式呢 响应这些软体IC 或是像一些物件导向的程式开发 它会把很多这种副程式 就会把程式变成很多 副程式所谓的sub-team 所以比方说你看 这边来讲的话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个程式叫 It's Art 去判断说一个数呢 是奇数还是偶数 然后判断奇数跟偶数呢 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 就是看什么 你去跟1去做and等运算 就是知道奇数跟偶数 因为以2进位的观点来讲话 只要是2 只要是什么 只要是那个 只要是 奇数 只要你的数是奇数 那你就是什么 在最后面那个bit 就会这样 在最低位的bit 就是会是1嘛 那否则就这样 只要是0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样的操作 它其实在多数的机体架构 在多数的处理器架构 都是一道指令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 我们今天把它写成 副程式的时候会长这样 那虽然这样的东西 可以开放给别人用 但是你们想过一件事 依据我们在 你所不到细元里面的 韩式呼叫片 其实我讲到一个好玩的例子 就是说 其实Function Code 是有成本的 什么成本 第一个你要把参数 传入 第二个是你会有一个 local variable 再来是你 你这个Function Code 是有去有回的 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个stake frame 之前我们在这个 你所不知道西元里面的 韩式呼叫片 里面讲到这个stake frame 讲到这个local variable 讲到说我要怎么return 这都是有成本 所以你会发现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呢 今天真正做判断偶数跟基数是一道机械指令的话 但是Function Code可能就耗费了额外的十道指令 注意到这个不是一个精确的说法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做一个比喻吧 就是说因为我处理Function Code 要有Function的呼叫 Function Return 所以我这样加钱呢 总共会是十道之间 但是真正有用的地方只有一道 然后呢 这个判断基数跟偶数这个Function 它可能这样 执行的很频繁 那你会想说 那这样简单啊 那我就 我就在我的header里面 就把这个Function炫告成这个可以inline 那Compiler就会做这个最佳化 可是很不信任的地方是 不是每个Function都会标注成Function Inline 而且编译器有可能不会做最佳化 编译器可能打开Odin 也就是说我不做编译器最佳化 所以我如果一开始不做最佳化的话 我之后有没有最佳化的可能呢 有没有可能 这是可以的 好 那要怎么做呢 现在不能通过编译器做 我要通过什么 我要通过link去做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如果你原本傻傻的让 it's odd 用Function Core的存在 它可能需要十道指令 但是我们刚才有提过 它真的有用的东西只有一道 所以我们 要怎么把十道指令 有一大略需要十道指令的东西 都把它换成一道指令 假设这个东西出现很多次 比方说它出现一万次 也就是说 我就可以有机会 把这个东西 从十万道指令 变成一万道指令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嘛 对吧 那可是我们刚才提到 因为编译器在做的时候呢 都是针对每一个 compilation unit 所以我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不能通过 compilation去做 所以我们要先怎样 先把linker 让他把所有的这个symbol 都把它汇整起来 变成一个执行党 然后呢 再丢回去搞compiler 就是告诉compiler说 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最佳化 把这种 呼叫很频繁的短的程式 把它展开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在不同的拖券 会有不同的名字 整个东西叫IPO Interprocedural Optimization 在不同的平台下 会有不同的名字 那比方说机器系呢 就叫做LTO Linkedown Optimization 然后在Windows叫做什么 叫做 WPO Whole Program Optimization 好 然后 注意到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在之前在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这个编译器 还有最佳化片 有提到这个概念 我们这位置 这叫LTO 所以在我们之后呢 我们会来探讨什么 探讨这个 LTO的作用 休息一下 好 那么刚才再回顾 编译器 和最佳化原理篇的时候呢 有跟大家特别提到 这个IPO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这个 现代的编译器 当然就讲GCC Clean 或者帮助说 新版Microsoft的 这个C编译器 那这些基本上 都提供了IPO的最佳化 然后这个IPO的 这整个对 这个最佳化的这些策略 基本上它是 非常非常多元 但是 它在现代的这种 大型的那种专案 像前面提到 像这个 AOSP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或是Chrome Chrome Browser Firefast 基本上都在 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 然后 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LTO Link Time Optimization 那本身呢 这个东西呢 要能够运作的话呢 它需要搭配Linker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Linker的命令列 就是那些 就是Linker 加那些 一大堆参数 那它本身就是一种程式语言 所以这个很有趣 那这个 每个选项的意义呢 取决它的位置 还有说它怎么摆 所以你看到 底下这个东西 底下就有一些 一些示范 比方说我要输入 输入个档案 然后呢 所以你看到 我这边给定一个什么 Object File 那后面是一个 减Pthread 然后减LPthread 就指令我说 我要连接到什么 Pthread这个 韩式库 但是呢 你也可以干嘛呢 你也可以说 在这个输入档案 给一些属性 比方说As Needed 就是说 我今天要载 我要连接到一个 共享韩式库 然后呢 但是我直接连接到什么 用得到了Symbol 没有用到Symbol 我就不要去连接 然后说到这以外呢 你还可以干嘛 还可以去给定一个符号 比如说这个CGO 这个符号 然后给定一个 给它一个位置 你以为这样结束 没有 还可以 还可以像这个 就是说 我今天 我这个Link Script 我这个Link 指定一个搭配 一个专门描述用的Link Script 去做特定的事情 那 接着我们来看 就是说 这个 前面有提到BFD 然后 事实上Link有好几套 就是说 在葛怒的这个 实作里面 其实就有两套 所以有一个旧版实作 我们称为叫做 LD.BFD BFD是前面讲过 BFD Library 它的全名叫 Burnified Descriptor 然后它是一个 古老东西 然后它已经很难维护了 你要造一个软体 从1980年代末期就存在 一直存到到现在 这个30年的老东西 它已经很难维护了 而且 而且 改动的地方 就需要在不同的平台 都要测过 我讲到不同平台 不是说 MacOS Windows 加不同平台 你甚至要考虑到 很旧的硬体架构 或者说 你可能都快忘记了一些 比较古老的作业系统 比如说HPUS 这种作业系统 那基本上 这些东西都要验证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的那个维护 其实是很麻烦的 那所以 它的发展很有限 但是它还是一个 相对稳定的东西 它叫做LD.BFD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GOD 那GOD值得一提 它是Google发展的 那为什么Google会对Link有兴趣 那我们再重新思考一下 前面讲到这个云端 因为云端的应用里面 它其实不存在那种Killer application 那如果你对云端的一堆程式 做效能分析 那你很难分析出 哪个东西才是真正的瓶颈 因为程式太多了 程式太多元 所以往往呢 我们会需要一些机制 这个机制是自动的 把程式做最佳化 你可以去思考一些事 通过前面讲的LTO 或者其他的一些策略 由程式自己来最佳化程式 然后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哪怕透过Compiler 透过Link 最后只能提升百分之间的效能 这还是很有意义 就是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你只是改善百分之一的效能 至少以台湾的硕士班来讲 这是毕不了业的 你知道台湾的硕士班 很多什么效能评比 都要提升十倍 一百倍 或是提升百分之五十 如果你只提升百分之一 可能你的口识委员 就是他会说 这个幅度太小 不让你毕业 但是你要知道 在Compiler领域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的最佳化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每年都可以改善 百分之一百分之三 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为什么对云端的公司来讲 百分之一可以接受 这倒很简单 因为你只要能够改 提升百分之一的效能 就意味着 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机器 我哪怕只是少了 百分之一的机器也好 因为以云端来讲的话 就是之前ABI Research 有一个报告 他讲的这些主机 这些云端的主机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 每年大概有百分之二十的机会 它会是不能运作的 所谓不能运作 有可能是软体当掉 或是硬体出意外 或是网络一些设定 总之就是说 网络一些设备上的一些问题 总之有百分之二十的机会 它不是不能运作 那不管是物理上 或是软体的 或是一些 在网络托普上的问题 那有百分之二十 那你看 我们如果可以让 刚刚讲 我提升效能之后 提升百分之一 但是 我 今天云端那么多台机 上万台机器 我可以让 比方说我让其中一百台 其中一千台 可以暂时不要用不到 所以我暂时用到 我就不需要 特别去更换这些机器 那长期来讲的话 我就可以做什么事 我就可以 让 服务的机器 设计一些对应的备缘 因为以前机器是百分之百 都要拿来的 都要投入 那我现在效能提升了 所以你可能只有百分之九十的机器需要服务 你有百分之一的机器是空出来的 但是空出来的机器来干嘛 当百分之九十的机器的备缘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 Facebook也好 Google也好 Microsoft也好 他们都会投入编译器 尤其在云端来讲 都会投入编译器 就是这部分 只要能够自动化 可以持续稳定的提升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台湾的硕士班是比较特别的 口语比较重一点 因为 你也知道口识委员有时候不知道这些东西的重要 所以有时候数字比较 对 那你看 这个gold Linker就是由Google去发展 那它的宣称 它会比LD快两倍 那当然它有些限制 就是它只能支援EF的资金党 它对其他的资金党 比方说ES1 是爱无文数 那你看 从上面的LD 到底下的gold 它其实是有差别 原本LD它是很单纯的概念 我就是有好多个object file 然后去检查不同的格式 那做完之后呢 在干嘛 就把那些symbol把它合并起来 然后去输出 那以前这个东西呢 是单纯的 就是说 我今天不管有多少object file 我今天不管我的最终的处理器有多少合 我觉得单纯的一个运作 但是呢 在gold里面设计不太一样 gold的确有跟上面的东西相似的 但是注意到右边 右边真是在做linking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 这个东西称为叫做relocation 什么叫relocation 就是你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今天有这个printf 我有这个fopen freader fwrite 这些都是symbol 但是在最终的执行档 我们其实 看到东西不只是这些symbol 我们在最终的执行档 一定要把它查到什么 查到fopen freader fclose 它真正的位置 但是在一开始的一些object file 它其实没有给定位置的 可能一开始在这个 printf.o 或是fopen.o 这些object file 因为它没有link到最终的程式 所以它一开始没有给定一个真正的一个位置 这个在我们这个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编译器 最佳话前端都有提到这件事 这个东西叫relocation 所以我要在什么时间才会知道 最终的位置要配到什么呢 就是最终要给定的位置 要在哪里知道呢 就是叫link知道 可是这个东西是很 很繁琐的 很耗CPU资源的 所以gold做一件事 它可以允许它缤纷多路 比方分配到不同的执行序 或者分配到不同的 CPU core上面去执行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去加速 所以照google的说法 就可以快点备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 后来LLVM 就是有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Eno香品分校 香品分校的发展 那LLVM呢 它后来呢 在被Apple 获得大幅的采用 那LLVM呢 它的开发者 一开始有很多是 Apple的工程师投入 后来Google的工程师也投入 那到现在来讲的话 Google跟Apple的工程师 是在LLVM专 大概都一半一半的贡献 那不然说像Chris Lanier Chris Lanier 之前是在Apple工作 那后来他跳槽到Tesla 然后待了 好像待了半年多吧 然后发现 好像不太对劲 所以他后来又跳槽到Google去 然后你看 那这就拿完 Chris Lanier 他一个人就有钱卖在Apple的 那他现在在Google 这两个都有 然后呢 LLVM里面呢 也有做干的那个什么 也有做干的那个LTO LTO的那个设计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我们讲到这个LTO之后呢 这个涵盖之后呢 它会变成这样 像画面中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中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复杂 对不对 但是但是比较慌 这解释给大家看 你看 就说我一开始 我这个Model Source Code 在编译的时候呢 它都是一个个别的Compilation Unit 然后它会产生一个中间的形式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 一个中间的一个形式 然后呢 我会透过一个Linker 去把它输出一个什么 输出一个 一个 Excruble 输出成直接 对应的这个执行档 但是呢 我也可以把这个 这样的这个产出呢 把它交给什么 交给这个Compiler 去做LinkerTime Optimization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演化过程 然后在我们讲演化过程之前呢 我们要来厘清一些术语 所以接下来 我们来跟他讲一些术语 然后讲这个Linker的作用 那讲Linker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个东西 叫Simple 注意到呢 在Linker 因为Linker这个东西出现很久 就是在1970代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它很多术语都是很古老的术语 方便Symbol这个字 其实方便Symbol是什么 Symbol呢 就是我们提到说 像前面讲的这个Function 或者是一个全域的变数 我们知道变数呢 其实有 主要你可以看两种去区变 一个是全域的 一个是区域的 那区域的变数 顾名师就是在一个Compilation Unit 在一个点析档里面 才看得到 那其他点析档看不到 那所以如果说你要让一个 让一个Function 让一个变数 是可以让其他的Compilation Unit 可以看得到 那你要做什么呢 你要把它宣告成这个 宣告成它的 改变它的什么 改变它的这个 Visibility 好 那这个我们讲 Visibility的时候 是在哪里有提到呢 是在 也是在你所不知道 西元的讲座 那我们在 动态连结气篇 我们有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Visibility 所以就说呢 注意到就是说 在GCC 注意到 这个不是每个编辑器 都是这样 所以特别讲 在GCC 只要Symbol 没有宣告成 Symbol 那这个Symbol 就可以开发给其他的Compilation Unit 那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称为叫Export 所以一旦一个Symbol 被Export呢 就被其他的什么 其他的Compilation Unit 看得到 而且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过程中呢 我们会遇到一个东西 叫做Interpositioning 什么叫Interpositioning呢 就是说 我们在Dynamic Link里面 有一些机制 是允许我们动态去改变一个Symbol的位置 所以比方说呢 我想要把Maylock这个Function 这个Symbol的位置呢 动态去换掉 因为我程式码可能写好了 没关系 我在执行的事情呢 比方说 我写一个 我产生一个 动态函示库叫做 mcount.so 然后呢 我在 else这个程式执行之前 我先把它载入起来 所以我在 libmcount.so里面呢 我把Maylock这个Symbol 从原本是这个位置 把它换成另外一个位置 所以我把它换成 新的这个Maylock 比方说 我把它换成这个 那这个东西呢 你可能看不太懂 里面的细节 那没关系 看得出来 这就会怎样 会把这个 Maylock执行的过程 把它印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换 用这个什么 我们换过的Maylock 去追踪 记忆体配置的状况 同理 你也可以写一个 Function 去替换掉 Free的操作 所以你看 我一边有Maylock 也有没有Free 我就干嘛 我就可以去 追踪程式的运作 那这样的一个技巧 我们称为人家 都是Interpositioning 然后 这个是 预设是有开启这个作用 但是注意到 就是说 有时候呢 我们想要避免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这时候 可以怎么做呢 我就把这个 原本会Export的Symbol 把它换成什么 换成 把它的Visibility换掉 所以 原本是 会开放出来的 那我可以把它标注成 Hidden 就Visibility变Hidden 那所以我一个Symbol呢 我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只会在 在 最终的执行档 那 基本上它是 你会看不到这个 就是其他的动态链接 就看不到 那当然在执行时期 也这样 也就改不到了 这东西叫做 Symbol Visibility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Symbol 那你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 它是包含说 这些Function 包含说这些全域变除 区域变除不用管 全域变除 然后就刚才提到这个 这个Visibility 那在这个 写的话 你觉得特别必要 这个Static 或是这个Extend 这两个是反过来的 好 然后再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在 Linker的阶段 其实它有什么 它有很多事要做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Relocation 那Relocation本身 它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解析这些符号 我要这些符号 比方说Printf 那这个Rainer是怎么用 然后它对应到 就是最终它要对应到 哪一个位置 这种东西叫做 Relocation 但是在之前 我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那要注意到一件事 基本上西语言程式 比较单纯 就是它的Symbol 基本上可以对应到 刚才讲的全域变数 对应到它那些Function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C++ 就比较复杂了 因为C++你知道就是它有Class 然后它会有这些Method 就是ClassFunction 也有ObjectFunction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 我们就要去管它的Tile 就是这些VirtualFunction也好 ClassFunction也好 ObjectFunction也好 我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形式 它本身呢 因为那个C++你知道吧 就是会有那个Namespace 然后它会会有些很复杂 像有些那种Protected啦 Public啦 或是Private 那些东西我在追踪的时候 都要能够去追踪出来 所以基本上它会做一些编码 那你可能知道这个东西叫做NameMegarin 就是它会去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做编码 我举个例子 C++的 比方说今天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C++的程式 然后呢 你看哦 这边有个Namespace 然后这边有Class 这边有什么 有讲它的ACL 就是这个存取的这个权限 然后里面又有另外一个Class 所以你看这外面有个Class 里面有个Class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Constructor 而且这个Constructor是有带参数的 然后好玩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最后它得到的Symbol是长成这样的 注意到它最后的Symbol是长成这样的 所以这个Symbol呢 它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地址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前面讲的 ReadAF这种工具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我把它编码成这样 它是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 有地址 那谁能够把它解析出来呢 所以你需要另外一个工具 比方说用这个7++这个 然后它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所以它解析出来是什么 是在Wikipedia的Namespace 然后在什么Class呢 在这个Wikilink 在Article Article这个Class Article这个Class 然后里面又有一个Class叫什么 叫Wikilink 然后它是Wikilink的一个Constructor 那它有一个输入的 就是有一个允许的一个参数 它允许的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但是实际上呢 并想象中复材一点 就是后面其实还有这个 这是C加加的部分 不管 但是这个显然是什么 这是最终 它会去编码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 讲这个Linkin的阶段 它也能够去解析 所以注意到这个解析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学问 好 那么接着来看一个例子 这边就有一个小程式 就是前面那种很熟悉的东西叫Hello 那这个Hello这个小程式里面呢 也是有点学问的 这学问在哪里 看到这个Hello这个程式 它呼叫做Function 这个Function名字就叫Function 可是呢 这边是没有FunctionBody的 所以它只有什么 它只有Prototype 就是所谓的原型宣告 好 所以最终呢 这个Function是写在哪里 写在另外一个Compilation Unit里面 所以注意到 这至少有两个Compilation Unit 一个是我们的Hello 里面有Main的这个Symbol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有包含有Function 这个Symbol的Compilation Unit 那它就是这边Hello 这边这个Function 所以我在这个Main里面 就呼叫到这个Function 那把HelloWord这个直传 把它搭爱进去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去观察它输出的这个组合源 那我们观察两个 一个是Hello.c Hello.c就是上面这个 那另外一个是Function.c 下面这个部分 好 先来看这个Function.s 那Function.s怎么来的 Function.s就是从Function.c 产生出来的 好 然后认真看一个东西是什么 Function.s虽然它是组合源 但是不要太害怕 我们把我们看得懂地方把它找出来 好 这显然有个Symbol 就是名字叫做Function 好 然后 接着呢 我们去看 就Hello.s 我们把它产生出来之后呢 产生出来然后把它把它阻力出来之后呢 它会得到什么 它会得到Hello.o 然后我们用透过这个绿的EF这个工具 然后把所有的Symbol Hello.o的Symbol把它印出来 好 然后你就会发现好玩 里面关于Function的地方呢 它会写个und Und是什么 Und就是Undefined 就是说我在Hello.o里面 关于到Function是没有定义的 所以显然呢 如果你冒然去执行这个Hello.o 是不可能执行的 因为Function都不在 怎么有办法执行的 好 同理呢 如果你去看这个Function.o 那去看它里面Function 这好玩啊 它就这样 这边就没有写Und了 表示有定义的 但是呢底下还是有两个Und 这个Und就是PrintF 为什么 因为它用到PrintF 但是我写在这边没有继续定义的 然后呢 我注意到这个Hello 这个Function.c里面呢 它有一个Extend 所以我们如果去看Function.o的话 它有一个Undefined的 写在哪里 就是这个Global 这个全域变数 就会怎样 是Undefined 然后呢 反过来去看这个Hello.o 它的Global 的确有写 对不对 的确有写在那里 这边这个Global 注意到啊 这边不是名字叫Global 就会变全域变数 这点嘛 这是刚好我们做观察而已 然后你看到这个Global的符号 就这样就出现了 所以你看 在这个Function.o里面 Global是Undefined 但是Hello里面呢 是什么 是有定义的 那在Hello.o里面 Hello.o里面 Function是没有定义的 但是在Function.o里面 是Function这个有定义的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 我就是互通有误 就超过Link去互通有误 所以Link注意到 我其实在主意一段程式的时候呢 它的过程是很复杂的 你可以用那个编译过程中 你可以用GCC-V 这个参数去看 好 还记得刚才这个Hello Test.c这个东西 这个程式很小 但是呢 我们在编译的时候呢 像说这样子 咦 我发现我们要 这个给充足 把Rubble Rubble.o 好 好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连结 好 我們出來的BOB.O 跟我們的 test 連繫 還記得剛剛那個小程式吧 把它連接進來 然後最後輸出的執行檔叫做什麼 叫做 test 然後如果你去看它中電過程 記得加減V 然後你就發現螢幕剪了一下 都會比較懷疑 就真的很多東西 然後我用來看一下 這個減V就是V 就是在 Unis 很多命令都會這樣 就一個減V的參數 基本上就會去顯示中間的過程 然後注意到在 Unis 的世界裡面 會傾向讓你知道很多細節 這個邏輯跟 Windows 剛好顛倒 Windows 在很多時候是讓你不知道細節 讓你知道這個世界很美好 打開 Video Studio 按一個 Build 按個 Run 就可以跑 但你不用管到底怎麼跑 但出問題的時候就要花很多時間追細節 那 Unis 剛好顛倒 它一開始就給你突出一大堆東西出來 然後告訴你細節 那你要花一點時間才知道 中間是發生什麼事 那也有好處 好處就是說 因為一開始就知道細節 所以你要排除問題的時候 其實相對容易 好 那你看喔 好 我們今天加入這個減V 這個Verbless這個參數之後 那其實 GCC 就會印出非常多的資訊 注意到是非常多 所以你看喔 我在一個編譯 主義 連結 這個不同的階段 其實它需要很多不同的資訊 比方說呢 像這個減L 是指定什麼 就是要連結到 C 元的函式庫 然後這個減L GCC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 其實 GCC 除了它是一個編譯器以外 它還提供編譯器相關的函式庫 然後這個相關的函式庫 我在預設是怎樣 是會把它連結起來的 好 那 接著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再繼續往下看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呢 它就跟你講什麼 就跟你講說 它的這個硬體架構啦 比方說這個是 S8664 然後Ninus GNU 就是所謂的 GNU Linus 然後再來是會把這個 編譯器的這些什麼版本啊 顯示出來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告訴你說 今天中間呢 還包含一些東西 你可能認得得 在你所不知道 C 元這個 系列講座裡面呢 我有一個部分就是講 CRT C Long Time 所以你大概看得出來 這邊呢也會連結到什麼 連結到所謂的 C Long Time 而且希望它可能有好幾個部分 好 那再來是它會指定什麼 指定動態連結器要連結到哪一個 同樣在你所不知道的系列裡面 我們講這個動態連結器篇 就有講到這個 Diamond Link 然後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呢 雖然你每次呢 下命令的時候 可能就是打這麼簡單 就 GCC 的 但是呢 隨著版本的變遷 GCC版本變遷 有些東西就會不一樣 比方說在新版的 GCC 來講 會預設會打開這個 PIE 好 來面一下 PIE 好 這個 PIE 是什麼的縮寫 這叫做 Position Independent Is Cutable 好 就是說呢 這個你可以去查詢一些相關資料 然後這個東西的 之前是沒有預設打開的 但是呢 在這個新版的 GCC 是預設打開 有一部分的考量點是因為這個安全的考量 好 那所以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今天這個編譯器呢 雖然你打指令好像打起來是一個指令 但實際上呢 實際上它背後指令是非常多的 然後我們前面有提到 其實 Link 本身就是看起來就像一個什麼 就像一個程式語言 就是你會想到剛剛那個參數吧 那個多的跟什麼鬼一樣 這個每一個參數它的位置 會決定最終的效果 那所以呢 在葛努托惠券裡面呢 有一個很神奇的程式叫 Collect 2 Collect 2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它把需要傳遞給這個 Link 的一些參數把它怎樣 把它匯整起來 所以就是最終呢 注意看這個東西 就是說最終呢 我們一定有什麼 一定有透過 Linker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最終呢 會透過這個像這個 我們最終呢 會透過這個LD這種東西的 就是寫 就是我們會透過這個 像這個LD 就是說這個 這邊的LD是那個動態連接器 就是說我們會指定那個動態連接器 然後我們會去指定PID 反正我不管指定多少東西呢 這個由Collect 2這個程式傳遞給什麼 這些資訊傳遞給 葛努的Linker 或者傳遞給 葛努的 GOLD GOLD Linker去做 這個東西叫Collect 2 所以注意到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一個rapper 負責傳遞命令 到傳遞這些參數給LD 然後那底下有一些解說 比方說這個CRT 就講這個C Long Time 我們之前講座也有講 然後呢 最終呢 花了很大力氣 最後終於輸出整體檔 最後輸出新版之後呢 就會發現好玩了 還記得剛才這個程式吧 有Hello function 然後你看到最後的版本 它長得是這樣 像這樣 就是我們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 Hello啊 跟這個 Hello.c function.c 然後編譯完之後呢 然後 你在這邊就會看到 方選 好 那你會看到一個symbol 叫方選 好 然後這個東西就不是anti-fine 好 然後同理你會看到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global 好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連結過程呢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事情 不過你不要太慌張 我們今天不是在講這個Link怎麼運作 我們是在讓你知道說 Link在運用問題中 要注意到什麼議題 好 以及說它最後包含說像這個 剛才提到的Linkdown Artemisation 好 這個東西對軟體最佳化的這個效益 好 然後 我的學生寫了一些教材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把它列出來 好 那你可以 殘兆 然後也可以跟他們 也可以跟他們討論 好 好 那Linker呢 有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Linker呢 它有個東西叫 搭配一個東西叫Linkerscript 好 因為Link的過程實在太複雜 好 對不對 再看到你會做噩夢 這東西就是太複雜 好 然後可是很不幸的是 很多時候你就需要 這樣的一個什麼 這樣的一個技巧 然後就是 比方像 Init Hook 我們之前講F9Micro Kernel 時候有講這個 所以其實你需要寫一個 專屬的一個Linkerscript 好 這樣說 以這個F9Micro Kernel來講話 我們會有這個所謂的LD 點LD這樣 所以其實你有好幾個什麼 好幾個不同的這個Linkerscript 好 這個就是有 這邊有一個Linkerscript 然後或者是 這邊 那這邊都是不同那個Linkerscript 好 那我們這時候為什麼要寫到這個 比方說我們需要什麼 像引著Hook這樣的東西 這樣的一個 指定 把它去調整 好 好 所以你有可能要一個背景知識 就是 Linker在做什麼 把很多個不同的輸入檔案 匯整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 然後中間會做 location 可能會做一些必要的最佳化 注意到Linker 本身也會配合做一些最佳化 然後再來是你要知道一個東西叫 Section 就是在Section裡面就是有名字 有大小 所以比方說像看那個 還記得那個東西吧 所以比方說我們這邊有個Section 叫做 Init Hook 這個Section 所以我就 然後 然後我這邊會有個對應的Symbol 所以我們建立一個Section 叫Init Hook Start Init Hook End 所以我們這邊來講去把這個標註為 Init Hook 就是前面那個Ganui的Extension 我透過Init Hook 這個大型的Init Hook 這個Maker 去告訴說 我們的Symbol要放在這邊 所以我就在Linker來講 他就給定一個 這一連串Init Hook的開頭 跟這一連串Init Hook的這些 這些Function的結束 然後 所以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就是有名字有大小的 然後 每一個Section 可以去標註它是Loadable 或是標註是Locatable 然後就標註它是在之前說 要怎麼去載入到記憶體 然後 有些東西是為了這個Debugging的需求 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資金檔的資訊 一個像EF裡面的 它的資訊是很多的 我也不要被嚇到了 然後接著我們再繼續講 一個東西叫Section Address 就是說 我事實上 程式不是只是有編譯、主義、連結 它就會執行的不可能 就是我要有一個機制 告訴程式的載入器 所謂的Program Loader 注意到Program Loader 在我們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 的動態連結器 動態連結器篇 我們有稍微提到說 Gnu Linus 要怎麼去載入呢 其實Kernel裡面 就有一個內建的一個Loader 一個Program Loader 那這個Program Loader 它要怎麼知道我要怎麼去載入程式呢 其實它也是需要 需要Link Script去告訴你 那既然每次Link Script都更複雜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用這個 GCC編譯的時候 像這樣 你去下這樣一個參數的時候 像這些參數的時候 其實是這樣 其實是有一個預設的Link Script 那這個預設Link Script 基本上就是描述這幾個東西 比方說一個東西叫做VNA 叫Virtual Memory Address 就是說當我一個執行檔 在運作的時候 我的Link會想把怎樣 講說Loader會想把依據Link Script 依據Link的配置狀況 去告訴說我要把一個symbol 或者一組symbol 或者特定的資料 把它載入到什麼 記憶體某個地方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說另外一個東西叫LNA 叫做Loader Memory Address 它的設計跟前面講VNA很像 那就是說這個多數的時候 是這兩個是相同的 那但是你可以自己去給定 給定這個放不同位置 那這個東西在你如果有機會去寫 這個Bloader 或者是研究Linx Kernel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兩個東西會不一樣 然後它的這個Link Script寫法 大概是這樣 就是直接不同section 比如說這個注意到這邊有個DOT DOT Text 表示什麼 不是放文字的 DOT Text 不是放什麼 放那些基線 就是那些CPU的指定 然後DOT Data就是放什麼 放那個資料 那BSS是放沒有初始化 注意到 沒有初始化的 全域變數 如果一個變數不是全域的話 不用管 它不會放到BSS 一個變數如果 不是全域變數 它就會放到Stake 或是放到別的地方 然後注意到會有一個Align 其實可以看一下 那這邊舉個例子 那這邊舉個例子 是一個叫Mini Unwaste 那這個Mini Unwaste 是我們成大資訊系的這個 老師跟學生寫的一個小型的作業系統 那我們希望說明什麼 說明從無到有去開發一個作業系統 其實不是那麼難的事情 那它只有300多行 但是它可以做到什麼事呢 它可以做到 它可以實作出來這個多指定序 然後它可以去實作出這個搶戰式 搶戰式的排程機制 然後這邊就做一個示範 示範什麼 示範說怎麼去寫一個Link Script 那基本上 這個Mini Unwaste它是一個作業系統 所以它要載入到記憶體某個地方 然後我就要求說我一開始呢 要載入到記憶體開頭是0的地方 好 然後呢 我一開始就是有 因為我要初實化一些intra handling 所以我們這邊寫一個ISR Vector 就跟講說 我這個什麼 我的ecession handling 我的intra handling 要去查這個intra service routine的這個Vector 那除了這裡外呢 我們產生出來的這個 這個CPU的這些什麼指定 好 這樣放在這裡 好 然後我們這個Mini Unwaste呢 儘可能這樣 是幾乎都是用C元去開發 搭配一些 Gnu extension 那可能有些跟 硬體有關的地方 就是那種LD的部分 好 所以但是它的那個 基本上都可以在什麼 用C元去開發 好 這個ISR Vector 就是放在這個 ISR Vector的 ISR Vector的section裡面 好 透過那個Link去 去把它這樣排到 該排的位置 好 好 那當然慢慢就可以慢慢看 就有東西 有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就可以稍微瞄下 好 那另外一個學生更認真的 他把這個Gnu的那個什麼 Gnu的Link 就是LD 做什麼 他做這個重點摘要 這寫的蠻多的 所以你可以 這兩個可以搭配看 一個是比較 一個是 簡略的 就是幫你標重點 然後這邊還是幫你標重點 注意到這個 真正的手冊不是那麼少 真正的手冊其實寫的還蠻多的 但就是說你可以搭配這個去看 那這個看完之後呢 你再去看 看什麼 看那個 看LD LD的那個Main page 如果你看LD的Main page 它其實很多的 所以是 這個 我已經不知道怎麼捲了 那個 改變很多 而且 LD會越來越複雜 好 那所以呢你可能需要知道說像這個 section啊 多個section怎麼去指定啊 然後一些什麼 名詞解釋的啊 這種 這些議題 好 我也不用太慌張 那接著我們來講 為什麼你需要了解Link 很多時候呢 不是為了只是做前面這種 什麼 Init Hook 或是把 遷入一個二進化檔案到執行檔 那前面只是一個小示範 那真正呢 你要了解Link 是為了複雜的程式 好所以你看 這邊有個 同一篇就講什麼 Ultimating Large Application 就是說故事就是 一個大寫程式 我們今天講的大寫程式 像什麼 像這個Fyfox 對不對 它夠複雜的 網頁瀏覽器 它很複雜的 這邊講個小故事 我在1998年的時候 那時候 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就寫一個網頁瀏覽器 你會覺得今天聽到這個話 覺得很神奇啊 注意到 那時候網頁瀏覽器 不用想太多事情 那時候沒有動態 動態網頁剛出來 但是 我那時候做的是HDL 3.2 那一個 你要符合HDL 3.2 其實不難 就是基本上你 你現在叫這個資訊學生 去寫 其實寫得出來的 它很簡單 它就像 Markdown 對不對 剛才可以看到很多個網頁 這邊就是像 Markdown的語法 就是寫出來的 像這個 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以前的HDL就是像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語法 所以你的語法要知道說 比方說超連結 對不對 超連結在這裡 然後你要知道 哪個地方是 第一集的標題 第二集的標題 第三集的標題是這樣 然後哪些東西是符合格式 哪些不符合格式 所以基本上以前的HDL 3.2 是單純的 所以我那時候1998年 我寫一個網易607很單純 所以它的 我記得那時候編輯出來的東西 大概才100多K 那後來我把它改的比較複雜一點 也不會太到 就大概400多K 然後辦了基本的JavaScoop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Web Browser 它是非常複雜的東西 Web Browser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作業系統 就是 甚至像那個微信 微信搞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WeChat Always 我不知道怎麼批評 我不知道怎麼評論的東西 微信自己就變成一個作業系統 所以在微信的作業系統 我不知道怎麼評價 這個有信自己看 所以它什麼鳥呢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 執行環境 執行環境裡面可以打開一大堆應用 所以這個WeChat打開之後 會有一大堆應用程式 什麼發紅包的 什麼你的銀行 什麼鬼 只要有一些小程式 可以在這邊運作 所以你要叫他OS也可以 反正正經頭 大家對OS的定義還一樣 那反正總是網頁流覽 其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程式 那除了這以外 像什麼 像LibreOffice 那LibreOffice 你可能知道它以前叫什麼 叫做OpenOffice 就是 它是OpenOffice分出來的 那LibreOffice 它是一個 我們先不討論說 用LibreOffice 到底能不能取代Microsoft Office 但是 顯然它是一個能用的東西 只是它有些地方可能不散的 會有些不好的狀況 但是它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 比方說我舉起來說 像我的電腦裡面 我的電腦裡面 來看一下 比方說 LibreOffice 你可以看到說 像LibreOffice 在我的電腦裡面 安裝起來要多大 它有798MB 非常恐怖的大小 對不對 好 你看看這個那麼複雜的東西 其實它不是只是 當然它複雜那麼大 不是只是 因為它裡面有城市碼 那它還有一些 像什麼Temperate 它還有一些什麼聲音的 還有一些 一些資料要存取 但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它的城市還是很大 好 然後呢 注意到的就是說 這邊呢 在這個2013年的一份投影片 跟大家介紹說 如何去最佳化一個大型的程式 所以我們就不是只是在 GCC裡面加個什麼 減大O3這種東西 這種普通的Ultimization Level 光有這種Ultimization Level 是不夠的 光透過編繫做最佳化 顯然是不夠 你需要了解LINK 好 那這邊幫大家科普一下 有個東西叫LibXUL 這個LibXUL是什麼鳥呢 就是這個是跟那個 Mozilla有關 大家知道就是說 我們今天用的這個 網頁流氧器 Firefox 它底層的引擎叫什麼 叫做Mozilla 那LibXUL又是什麼呢 LibXUL呢 是專門來 我來顯示這個東西怎麼解釋 好 這個是有故事的 所以還是提一下 這個LibXUL是這樣的 就是說 在那個Mozilla 那Mozilla的這個 設計來講的話 它的設計裡面是 component-based 所以它有個東西叫 XPCOM 叫做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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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的 Component-Object-Model 有一部分的概念就是 就是這個物件導向設計 在你所不知道的C語言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篇 那我們有講到說 用C語言怎麼做到物件導向 好 那其實不是只有C語言可以做 其實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在組合園 造的特定那種 呼叫的案例 或是設計一些 一些coding convention 你也可以讓組合園 變成object-oriented 注意到 這個跟程式有無關 好 那總之呢 就是在上面發展這個 XPCOM 這個 XP 當然主要的是用 C++去撰寫 但是XPCOM 也允許說 像Java 或者其他的 語言可以跟它溝通 好 然後 這個 瀏覽器的引擎本身 就是Mozia 是一個open-source project 1998年開始 到現在 open-source project 那裡面的引擎叫 Gecko 就是那個 然後這個Gecko裡面 就包含說 剛剛講的這個 XPCOM 包含說網路 包含說 動 Document Object 這個東西跟著 跟這個 網頁的這個標準有關 然後包含說你的這個Layout 你要怎麼去Render 你要怎麼去 把這個 把這個畫面 怎麼來 繪製出來 那 那XUL是什麼呢 XUL裡面很有趣 就是說它其實就是把這個 它提供一些機制 那這個機制呢就是去 注意到 去把這個 像那些人器界面 或者說像一些那種 跟那種 畫面有關的部分 就是 比方說你有一個 比方說你 比方說 像這樣 我彈出一個什麼 彈出一個下拉選單 像這樣 我這邊有一些什麼 瀏覽器的一個extension 那像這樣的一個畫面 那這個東西呢 就可以用Libre SU去描述 用Libre SU描述完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這樣 把它繪製起來 可以去執行它 那執行過程中呢 它一些什麼事件 什麼東西就可以去處理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東西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瀏覽器的 可以說核心中的核心 就是瀏覽器的 就Mozilla的核心叫做Gekko 那Gekko裡面呢 你可以說它裡面 很關鍵的東西叫Libre SU 所以 意味著 如果你可以最佳化Libre SU 你就可以去提升 就是整個瀏覽器的這個表現 然後呢 在我們做最佳化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Star Star叫什麼 就是不是講公司才有Star 就是程式啟動人家Star 像很多會批評Libre Office 批評它很慢 有很大比例是因為打開很慢 點兩下 點兩下 或點一下去執行的時候 它要等一段時間才會彈出方面 所以很多人就抱怨這個時間子體驗很差 那這時候就講到一個台灣公司的一個八卦 像你知道這個十年前嗎 那時候那個iPhone出來 十幾十十二年前 iPhone出來的時候 讓大家很多人震驚就 這個 Steel Jar那時候還活著的時候 然後就說 展示iPhone 讓人都很驚訝 然後所以很多公司就說 這個就是實用者體驗 很好 所以它聘請 拼了一些工業設計的 像我們成大就有這個工業設計器 也有 據說也有很多這個電子公司 來我們成大聘的這些工業設計的專家 聘的專家很好 但你要想一件事 今天做產品呢 尤其做一個手機 你光起一個人機界面 那個什麼能因工程啊 還有什麼實用者體驗的專家 你光起這件事不夠的啊 你工程式也要拉上去啊 所以早之後來你會聽過什麼 H開頭的某些公司啊 H開頭的某公司 對不對 工程師在幹嘛 就是這個設計師說 這邊要多一個批手 那邊要少一個批手 那底下要變成漸層 底下要有陰影 就專門在做這個 可是人們要的時候的體驗 不是這邊少一個批手 那邊多一個批手 不是要這個體驗啊 是說我啟動 城市啟動會不會快 或說我這個城市關掉打開 關掉打開 我這期望順不順暢 那關掉打開 頻繁多說幾次資料會不會遺失 好的 這是很基本的體驗 但是如果你工程人員跟不上 你起再好的這個 你即便去Apple挖角的這些 他那些Designer 你其實做不出來 所以我今天不是在貶低說這些設計師 而是說這些東西做產品 其實都是要並行的 就是說工程人員 其實他要持續提升 你這樣才把負責人做一個產品出來 那同樣設計師 要跟這個工程師溝通 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你看到 所以這個啟動 城市的啟動其實是這樣 其實一個影響使用者體驗 非常關鍵的東西 你看這個是一個圖 這個圖要怎麼看呢 就是你看到黑色的部分 是程式的軌跡 這個程式軌跡 我們把它這樣的區隔 注意到這個圖上面都有一個dat 就表示不同的section 就是說 這邊先記幾個section 藍色的地方是text section 就是怎樣 真正的那些什麼 CPU那些指令 所以就講藍色的地方 然後呢 然後再記一下 再記一下這個什麼 記一下這個 綠色的地方 綠的這個地方 叫RO data 就是read only data 所以你看到 我們這個程式運作 很多時候就是什麼 就是read only data 就比方先寫好的字串 然後還有這個text 這個是不意外 可是你發現早期 誒程式啟動的早期 根本就不是在text section那邊逗留 對不對 或是不是在讀資料 你看到 我們在藍色的地方是程式碼 真正的程式碼 然後在綠色的地方是資料 所以你原來預期說 應該是在兩邊 這兩個地方在七來七去 可是你看 程式執行的早期 注意到這個單位是什麼 是minisecond 所以我前面的500minisecond 其實不是在text 也不是在data 它在幹嘛呢 它在做這事情呢 也就是前0.5秒 期待做什麼 其實不是在 真正在執行程式 你看到這個地方顏色 這個REL就表示 REL表示 跟做旅遊cation 就是說動態聯繫器 Diamond Linker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顏色 注意到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也是跟動態聯繫有關的 所以你發現 好玩的地方是 在Mozilla Firefox 這樣的程式在執行的時候 早期的版本 在執行的時候 前面0.5秒的時間 根本就不是在執行程式 而是在載入動態聯繫的成本 就是反映動態聯繫的成本 可是如果說你把它調整之後 就好多了 就是說 注意看 前面0.5秒 本來沒有機會 執行到真正的程式 在我這個前面0.5秒呢 我花在什麼 我花在這個 這個 text跟data的地方就變多了 所以你看對照上面跟下面 所以表示什麼 我的確 在早期就有機會執行到程式 真正有用的程式 而不是在那個 應付那個動態聯繫的開銷 而且呢 如果你對照看這邊圖 比方說看這個1.5秒的地方 這是1500ms 也就是1.5秒的地方 這邊的1.5秒之前 紅色點其實蠻多的 但是呢 如果你對照原本 1.5秒以前呢 其實紅色點 在這邊 紅色點在這個text 其實它沒有那麼多 所以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說呢 我們之所以要了解這個 連結器呢 很多時候是為了要做這種 在程式啟動的這種最佳化 我們要讓這件事可以做 所以它這邊有個 有個子計畫呢 叫做EF-Hack 注意到它是一個子計畫 它做的事情很多 就是會包含說什麼 要去做relocation 然後 甚至要去把什麼 要去把一些 執行檔的某些部分 某些操作能 把東西把它壓縮 也就是說我要去壓縮 動態連結器的成本 那你可以看到這很好玩 它這邊提到什麼呢 提到說我們產生出來這個 LibSum 就是這個剛剛講過 GECO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它其實在做什麼事 它其實有20%在做relocation 所以注意到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你會發現什麼事 就是說relocation本身 對空間的占用 其實是很大的成本 在30元的架構下 需要8個byte 那如果是64元架構呢 就需要20個byte 不要小賣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是 因為relocation 它其實很耗費時間的 然後在C++的實作來講 有個東西叫Vtable 那Vtable來做什麼 Vtable來做這些什麼 Virtual Functions 或者說 Net Binding 你可以去查一些C++的資料 可以看到 那這些東西都是有成本的 可是很不幸的 Mozilla本身 就Firefast 裡面大量的用C++去鑽線 所以意味著什麼 我真正程式碼執行之前 我要去解析這個Vtable裡面的Symbol 這些真是很大的一個成本 所以原本的那個 耗費的成本呢 有7.5MB都在做什麼 在做relocation 那經過這個方面的調整呢 它從7.5降到什麼 0.3MB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搭配這篇來閱讀 我們來給大家 所以看到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要去提升 程式啟動的這個什麼 啟動的效率 也就是改善使用者體驗 注意到 改善使用者體驗 是需要大量的技術 那你說為什麼 Apple不會讓工程師看得到 為什麼只有設計師就看得到 因為工程師實在太多了 設計師很重要 但是工程師一樣重要 而且他需要很多面向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去提升這個Firefast的啟動 來幹嘛 去透過EF執行檔的調整去做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講這個relocation 所以事實上這個relocation 那個成本是蠻高的 然後底下有些 底下有些數據 所以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我們在不同的架構 我們在不同的架構 比方說S86 35圓的架構 那S8664 64圓的架構 那這個relocation 這個數量其實多的 而且最重要是它的空間 你看到這個空間其實膨脹的很快 不是只有兩倍 那個不是一個32圓 一個64圓 然後那個就變兩倍 不是這樣 好然後呢 那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更麻煩的地方是說 雖然 從32圓到64圓 最終的指令檔 它只膨脹一點 沒有變兩倍 也會注意到 我們講的32圓 64圓是講Data Bus 但是指令編碼是兩碼的事 這是另外的事情 不是說 32圓的指令編碼比較短 然後64的編碼就是它的兩倍 也不是 尤其像Intel的架構 它是變動長度的 所以它的這個大小不是會變兩倍 而且城市很多時候 我們所謂的城市 裡面不是只有城市嘛 還包含什麼 那些資料 那資料是很多時候是跟 硬體架構是沒有關聯的 好 可是呢 很不幸的地方是什麼 relocation的大小 其實這是大幅的提升 所以你看到 這個有將近20% 都是在幹嘛 都是在做relocation 所以呢 那接著幹嘛呢 它就開始做一些 調整 那底下很多細節我就 我就不提了 那我們直接看那個 調整後的那個成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就是我調整前跟 就是 就是 這邊是 這邊是之前 就是之前的那個行為 那我們看那個64圓好了 所以你看到 我們在這之前呢 我們佔用的空間是這麼大 就是我要做relocation的這麼大 可是呢 我們這邊已經大幅的下降了 所以你看 這邊是 本來是5MB 那降到什麼 降到 降到 不到1MB 所以注意到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行為的影響 然後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 對那個 LibSUL的那個空間 就會有衝擊 然後 因為呢 我的最終的這個 執行檔 變小了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降低了 動態連結器的開銷 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今天要了解這個 那個 EF Hack 實際上做的事情呢 你要了解這個 這個 Linked的很多面向 那這邊很多細節呢 請你自己慢慢看 這我只是提醒大家什麼 就是說千萬不要小看 這個 Linked對程式效能影響 我們休息一下 好 剛才提到的就是 就是 LinkedIn Optimization 在 就是我們在之前有提到 LinkedIn Optimization 然後 後來又提到這個什麼 這個 LibSEO 用Firefast做例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Linked的調整 其實是很重要的 像這個 剛才提到這個 EF Hack這個子計畫 去來 改善什麼 改善這個 6007這樣的一個 啟動的效率 好 然後呢 我們再回頭看這一份簡報 注意到這份簡報裡面講的內容是 比較 比較舊的 就2013年 所以有些東西呢 有可能有些 變更 不過相關的概念還是可以看的 然後 先記一下這個人 呃 希望你在那個 名字裡面看到 看到這種 就是有這種 什麼 Lista Go 它是那個 就是 在那個 斯大夫 就是那個斯大夫語系 大家知道就是 呃 像 像那個 會有分 西斯大夫 東斯大夫 南斯大夫 對不對 這些不同的民主 好 那這 那基本上這個有這個 打這個 這個 有這個勾勾的 那你可以看到 有這樣的標示 基本上是在那個西斯大夫 所以就像 波蘭啊 捷克啦 就是會有這種 這種標注法 好 那這這個作 這個作者本身 這兩個人名字可以稍微記一下 你們等一下會看到他 就是 他們是那個 呃 在捷克 捷克 他本 在捷克工作 在捷克人 然後 呃 之前 換過一些工作啦 就是他是在 蘇西啦 然後那個 呃 之後有到摩茲亞 摩茲亞工作 好 然後 呃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什麼呢 就是 像這個 Firefox這樣的一個案例 好 那 Firefox這樣的案例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很大型的層次 好 然後 呃 雖然編輯器本身是可以幫 幫你做很多最佳化 好 但是因為它的規模太大 而且人們關注的地方就不同 像我剛才提到 人們會關注它的啟動時間 好 人們會關注說 它 能夠 提供服務是什麼時間 像一個網頁伺服器啦 或是一個資料庫啦 都會有這種狀況嘛 就是 你有個request 你多快可以response 人們要看的不只是 呃 你的演算法本身好不好 人們看的是整體的行為 雖然有可能你的演算很棒 但是因為你的程式太複雜 光是什麼解析服 這些symbol啦 然後做什麼處理這些動態連結啊 或者載入程式啊 這些都是有成本 但是對使用者來講 他沒有他沒有意識到 他只意味著說我回很慢 這東西很爛 我不想用 所以就這樣這些使用者體驗 都跟什麼工程有關 然後 如果說我只是為了要縮減 呃 程式的執行時間 你說我可不可以對空間做最佳嗎 比方說減大為什 這點是不行的 你雖然你的程式變小了 假設你空間最佳很厲害 可以從原本的 原本是1Mb的程式變成5000K 5000KB的大小 所以我從1Mb變成5000K 看起來怎樣 就是 誒講出來 我從1Mb 然後我縮減成 不管是500K 700K 或是1000K 反正我 就是我不管做多大的調整 那你可以發現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之前我們做這些調整 它的執行時間 就是真正的起始時間 其實不一定會快 為什麼 就是因為 像前面有講那些 動態連結器的成本 或者說這個在 像那個 CRT之後 那些動態連結的韓式庫 基本都是有成本 或者這些系統不一樣 都是有成本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大型程式 我們要去追蹤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從很多面向去看 然後我們忽略前面講 這個 最佳化的部分 就編輯最佳化的部分 這不是我們要探討的地方 我們真的要探討的地方在哪裡 要探討的地方是說 你可以看到一個 Firefox這樣的程式在啟動 很好玩喔 你看這邊是一個簡單的示意 就是說 大約有6% 是在這個 就是在那個動態連結器 Diamin Link的部分 然後 然後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15% 是在做履location 就是把那些symbol 找到 然後找到 給它指派到對應的這個地址 然後呢 有46% 是在什麼 做這個 啟動的過程中 有46% 是那些 那些初始化 像那些 西加加城市 你應該知道 就是說 會有些什麼 class method class function 或是 object function 那像class function 它要早期就要執行 所以我們這邊在講 你可以看到這個很驚人 有46% 那所以剩下的才是幹嘛 才是真正這個程式的邏輯什麼的 所以你看這個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所以我們要去改善像Firefox這樣的一個城市的使用者體驗 就不是只是去用編輯去著手 你要了解說像那個DimeLink的行為 因為畢竟這麼大的城市 前面花在旅遊Cash 花在DimeLink 其實它的成本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man之前 man之後 這個學問 其實都是有的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一個小的歷史故事 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今天聽到的這個EF 它在它之前 它在它之前其實是有好多這種不同的格式 而且這個格式其實沒有出現很久 就是以電腦和科學的發展來講 更早之前有不同的格式 這個EF基本上是在90代中期才開始發展 那Linus一直到大約是90代的末期 就是我那時候用Linus的時候 我是97年在用Linus的 然後那個 剛好就是在EF的導入 然後更早之前有個東西 有個格式叫A.out 就是舊的格式 然後它是 它很多限制 它相對簡單 但是它有很多限制 所以後來在90代末期 就是Linus就換成用這個EF 那不只只有Linus 放了BSD 就是你知道這個FreeBSD NetBSD JingleFlyBSD 基本上它也改用這個EF 然後EF呢就很強大 注意到呢 一開始它強大到讓人們很難接受 就是 因為它真的功能很多 像剛剛講的就是 Interpositioning 你可以用LD Pre-Long 把某些符號 把它換掉 然後在資金時期換掉 你甚至還可以有Virtualing 就是說你可以把新版的符號 Q版的符號放在一起 然後把它標出不同的版本 這個在GNU的GWC裡面就會用到 然後 你甚至有一些像這個VisaBeating 前面講到這個東西 也有提供 然後它有東西叫PIC 就是說叫做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 所以我可以在一個程式 一段程式碼 它可以在執行時期去做Relocation 所以那個動態連結器 就會動態連結的韓式庫 就需要用PIC 然後我們前面有講過PIE Position Independent Execution 就是我在執行 在那個 呃 程式碼執行呢 跟什麼 跟什麼位置無關 那有興趣可以查一下相關的資料 然後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的 動態連結器篇 我們有講到GOT 我們有講到POT 去作為這個什麼 作為動態連結的一個基礎建設 那我們這邊就不追溯了 那但是呢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畢竟EF這個東西呢 其實你看到 從1995年到現在 其實它是 呃 20多年前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東西已經不太一樣了 它其實當時的有一些假設的 就是在今天來講話 基本上來講話呢 它不是那麼 就是 不是那麼 適用 好 比方說像 這個東西就很好玩 就是說 呃 注意到你去看那個man page好了 它只是 提供個什麼 排序程式 好 所以QSort到底用QuickSort來實作 用BubbleSort來實作 還是用MerchSort去實作 其實這是吧 這是 跟平台有關 所以它只是一個名字 好 那事實上呢 在GNU的GlibC裡面呢 來講話呢 它的QSort是什麼作用去做的 它是 InsertionSort 再加上QuickSort 混合的東西 也就是說 呃 資料量比較小的時候 我用InsertionSort 資料量比較大的時候 才用QuickSort 這個 這個 注意到這個東西還是跟實作有關 不要看到QSort 就以為它一定是QuickSort 兩碼子是 好 那在QSort裡面呢 它的 參數有個很好玩 它 它 它可以參數可以用什麼 它的裡面有個指定一個 Function Pointer 然後 所以叫做 Comparator 就是說 我 我每次在排序的時候呢 我會呼叫一個 comparator 就是 就是一個比較器 那所以我去比較說 到底我輸入的東西 A跟B A是比較大 還是A比較小 就是有一個比較器 然後呢 這個東西很好玩 就是說我這個東西代錄的東西 是一個什麼 代錄是一個Function Pointer 然後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就是說我呢 事實上呢 我一個Static Variable 我也可以幹嘛 我也可以去把它的地址 把它拿出來 這個只有在QSort 會有用 很多情境是沒什麼意思的 但是 EF全部都給你考進去 所以它有些設計 是比較 比較複雜 超出這個 常用的這個實用 所以注意到 如果你要實做一個 EF的相容函視庫 是蠻複雜的 但是如果說你只是 把EF的函視庫 只是做一個EF的執行檔 要做一個EF的載入器 其實不會太困難 這邊做一個示範 我們在F9MicroKernel裡面 我們有實做一個東西 叫 Loader 那這個Loader是什麼呢 這個Loader就是 可以去載入 EF的執行檔 的小程式 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可以去載 載入那個EF執行檔 然後 那 這邊 然後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多大 好 你就沒看了 好 那所以其實呢 你要能夠載入一個 EF的執行檔 32元 來講的話 只要 只要4.3K就可以做出來 好 那如果我們去看它的 程式大小 Loader EF EF32 好 基本上它不大 就是大概 扣掉註解的話 就是一百 一百 一百多行 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注意到 就是說很多人對EF 會有偏見 尤其在網路上找一些資料 會找到說 EF不適用嵌入式系統 好 注意到 這個東西 對半 就是 的確有些嵌入式系統 它的記憶體實在是太有限 它的硬體的 連MNU都沒有 所以它在運作的時候 的確 EF實在是太 就是 太 太複雜 但是注意到就是說 其實很多系統 其實我們講到很多 IoT系統 或者說像 你可以看到 像我們這個 F9 Micro-Kernel 它用在哪裡 它就用在那種 電錶 用在一些那種 販賣機 或者說用在一些那種 Tracker 就是一個包裹 要照這個包裹 運輸的過程中 它的溫濕度 還有它可以透過這個 為什麼它有一個作業系統 因為它要處理通訊問題 就是它每個一段時間 要把這個資料回報給它 回報給這個 中控中心 所以我們的F9 Micro-Kernel 是這樣的一個運用 但裡面也支援EF 所以它顯然 它是一個 Embedded System 而且它是屬於那種 Deeper Embedded 就是說它對記憶體的使用 然後運算資源都是很有限的 然後在其他地方還是可以用 還是可以用EF 然後這邊就是做一些示範 就是說像這個GIMP 所以你看這個老闆 你看這個 你看一堆紅色點 然後相對來講GIMP 它的程式相對比較小 所以我花在什麼 我花在這個動態連結的成本 其實 會沒那麼大 大概是一開始在這邊 但是 之後呢 又可以做 又想做的程式 我想做的這些操作 好 可是呢很不幸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你去看LibreOffice 那就慘了 LibreOffice是一個悲劇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 你們看到這個紅色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都在做什麼 都在動態連結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 LibreOffice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程式 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它 啟動的前面 一開始都在幹嘛 都不在做真正的程式 真正的這個 Data Data跟Text在這裡 但是我其實我都在做什麼 都在處理這個動態連結 好 那如果呢 你對它做一些調整 比方說有個機制叫 Readerhead Readerhead就是說 我在 我可以先把 某些 檔案先把它 先載入到記憶體裡面 可以 可以把它想成它一種Cache的設計 那 所以我如果做那樣的調整呢 你會發現說它的這個時間 可以 可以 就是縮短那個動態連結成本 當然 我需要耗費到更多的這個 嗯 記憶體開銷 不過 以這個這個運用來講的話 這個是 這是可以可以用的 好 然後呢 接著呢 它就是展示給大家看 如果呢 你都可以把這個 Lib SEO 充分的解決那些起始的那些問題 都把它排除掉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個使用 就 就 橙色熱點就在這裡 就是說這個什麼 應該 橙色熱點應該是這個 的 Text 跟Data 好 那後面就是一些演化 就跟你講說 呃 為了這些要提升像 呃 LibreOffice 或是Vifus 這麼龐大的城市 人們做哪些努力 比方說呢 在 2004年呢 就有個東西叫 Prelink 那Prelink 其實是什麼 就是因為 畢竟呢 很多成本都化在動態連結 所以有沒有可能 我們在 城市執行之前 就把動態連結的成本 想辦法去掉 不是把執行檔變成 靜態的程式 不是啊 而是我把動態連結 一部分成本把它去掉 所以這個東西 必須要在 城市執行之前 就有Prelink 去處理 好 那注意到 在早期的Android 也有Prelink的程式 後來Prelink 在Android 我忘記哪個版本 就把它拿掉 想不起來 可能是 可能是Android 3.0吧 可能就把它拿掉 Android 3.0或4.0 Ice Cream Ice Cream Sandwich 的時候把它拿掉 不過後來 又把它加回去 那 這個Prelink 有個好處 就是說 它可以去縮減 城市載入的成本 但是 麻煩的地方是 它會去修改到執行檔 那 而且 某些程式 某些狀況還是會失敗 好 所以人們 又 扣掉Prelink 以外 人們又回到去思考 有沒有可能去縮減 動態連結的成本 所以 人們還是花在這個什麼 Symbol的Resolve 那些 那些 Linked的成本 好 然後 過程中 人們又發現好玩的問題 就是 在2016年 人們發生什麼事 就是 因為這個Diamond Link 它本質上的做是什麼 把Symbol 跟地址 建立一個關聯 那 它中間會做一個東西 叫Relocation 但是在Relocation之前 你要把Symbol 跟地址找出來 那它就有Hashtable 然後人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其實 這個過程中 這個Hashtable的成本是很大的 去查詢Hashtable的成本真的很大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Hashtable本質上是放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 我們的記憶體 多半是隨機存取的 所以 如果你不考慮Cash的時候 它的成本 它的那個查詢 不然是查詢這一塊 或是查詢另外一塊 它耗費成本應該是相似的 但是在實務上不是這樣 實務上我們要考慮到Caching 而且實務上Hashtable 還要考慮到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叫什麼 叫碰撞 一當你Hashtable 遇到碰撞的時候 你就是需要一些Linear的Prove 也就是說 你可能原本是Hashtable 但是你遇到碰撞 你就需要一個Linkedist 去分別去比較說 個別的處理 你可以去查一些資料結構的書 可以看到 然後 原本的Hash function 是很沒效率的 原本Hashtable的設計 很沒效率 所以後來 調整之後 有個東西叫GnuHash 原本叫System-FileHash 就是叫SysbHash 你可以知道 原本System-FileHash 是在早期的AT&T的年代 專門在維護UNIS系統的子公司 然後當時他們在制定這些相關的規範的時候 就有去規範到Hashtable 這些Symbol跟Address要怎麼對應 然後後來 人們發現 這個Hashtable設計效能很差 所以這次你發現 其實資料結構是很重要的 用在這個時候 用不到 所以後來把Hashtable換掉 換成一個相對碰撞比較低的 然後沒想到可以怎樣 可以在動態連結過程中 減少15%的開銷 光做Hashtable的調整 Hashtable的調整 就可以有那麼大的影響 不過光做這次還是不夠 你看到畫面這個地方還是不理想 對不對 這個地方啟動還是很差 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人們開始去思考 要怎麼去調整 所以要怎麼從剛才那個 耗費很多時間在做這個動態連結 然後變成智當圖 就是做到什麼 做到剛才那些相關的那些relocation 還有那些調整 所以把那些relocation的成本大幅的縮減 然後gimp也可以做類似的調整 所以你會看到說他其實做一些調整 這邊有些細節 請你自己慢慢看 那這些東西都跟什麼 都跟link的調整有關 然後再來是我們剛才有提到gold gold這個什麼 gold這個link 那goldlink其實也允許你 讓你去做一些額外的一些處理 然後這邊我們要講到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feedback directory reordering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想像前面提到的這樣 是Windows的檔案重組 這個檔案重組工具 然後還有一個很棒的一個視覺化工具 然後就跟你講這個詞句怎麼放 注意到那個檔案重組 很多地方是不能辦法重組的 這個Windows隱藏一些訊息 不過給你看的時候很清楚 我覺得這是Windows 少數非常成功的一個工具程式 我一看就知道我在幹嘛 反正就是比較常用的地方擺在地方 不常用的地方擺在那邊 然後把常用的地方放在連續區塊 那不常用的地方怎麼擺 哪些地方是作業系統或者不可移動的區 我一目瞭然 那我既然遲連是這樣的 那我的程式執行可不可以這樣做 其實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東西叫什麼 叫feedback directed reordering 它的作用是什麼 在說我去測量這個程式執行 第一次時間 去看它的執行的路徑 然後最後我去調整說哪地方是比較平凡的 然後是記憶體開銷大的 那它就是透過一個修改過的Buckery去做處理 那Buckery是什麼 就是說它本質上它是一個虛擬機器 對你沒聽錯它是一個虛擬機器 那它有個虛擬的CPU架構 那當然它虛擬的CPU架構 本質上它學習的指令還是像S86 或是ARM這樣的一個GIR架構 但是它這個虛擬機裡面很特別 它的每一道指令在執行的時候 它會去追蹤我資源的運用 會去追蹤我這個指令的位置 所以我相當於什麼 我相當於是在不用知道原始碼的前提下 光靠執行檔 光靠給定的這個CPU的指令的順序 我就可以知道什麼 我就可以知道程式的執行行為 而且這東西不管你原始程式是用什麼圓寫 都可以用Waguin去用 只要我最終可以輸出一個EF執行檔 或是一個Waguin可以支援的格式 可以支援的引體架構 那我就可以做什麼 我就可以去追蹤 這個機體的使用量 所以我就用Waguin去追蹤 比方說Memodeeq 所以Memodeeq以外呢 我就可以看我這個執行的位置 所以我可以把這些東西把它追蹤起來 然後GCC裡面有個東西叫做FDO 那FDO是什麼的縮寫呢 叫做Feedback Directed Optimization 然後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要看一下 FDO 那FDO是所謂的叫做Build Run Build的那個架構 的那個流程 原本以前程式是這樣 我編譯出程式碼 我就是要Build Build Process 然後Run 我執行一個程式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很多複雜的程式 像Firefox 像是LibreOffice 它都很複雜 對吧 那我們呢 遇到那麼複雜的程式 不可能靠人工去做最佳化 但是我可以幹嘛 我在執行的時候去安插一些資訊 所以注意大家看到 我這邊執行的時候 我安插一些資料 去蒐集什麼 蒐集哪些方學執行比較頻繁 然後哪些方學比較少執行 哪些方學是跟其他方學 有很多雷同的地方 反正我這些東西把它追蹤起來 看依據它的頻繁度 預計它的內容 依據它的路徑 我把它追蹤起來 然後我執行完之後 我會得到一個這樣一個 profile data 表示GCDA profile data 然後我把 所以它是修改執行檔 去安插一些profile 可以在執行執行去收集資料的一個程式碼 一堆小的程式 然後這些小程式會展示這個執行執行的資料 我再把這個執行執行的資料 然後再輸入 輸入到搭配這個原始程式碼 再重新編譯一次 所以這個FDO Feedback Direct Optimization 它是所謂叫Build Run Build 就是說我先build一次 把這些profile data加進去 然後執行 把profile data產生出來 然後再依據這些profile data 再重新增加化一次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叫Build Run Build 然後這個東西再 在夠大的程式會有效果 我包含說這個Android 那你可以去Google搜尋一下 就是有個東西叫AutoFDO AutoFDO是Google來做的 然後這個 你可以參照一下這個 台大志工的廖世偉教授 他在Google工作的時候 有做過這個研究 然後他 他在這個Google服務的時候 就是有做這個FDO AutoFDO 那後來他離開Google之後 Google的工程是再繼續 在它的基礎上去發展 所以你可以去找一下這個AutoFDO 你可以看到說它是在Warehouse 就是非常 就是那種雲端 那種系統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它在這個 像這種雲端 或者是很複雜的那個 很複雜的環境 它可以去 在不用人介入的情況下 改善 某些Case可以改善30%的效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突破 尤其在這個資料中心 當然如果說你的運算是那種 單一的程式 或者是說 這樣子就相對是比較有限的 不過在 以使用者體驗 尤其是縮減啟動時間 這種FDO的追加化還是會有效果 那同樣這個東西也是需要 了解Link才有辦法去用 所以注意到 我們完全沒有跟你講這些細節 只是跟你講說 相關的資訊在哪裡 然後呢 接著我們要開始跟大家介紹這個LTO LTO是Link的一個很重頭戲 其實這個東西發展很久 但是一直到GCC4.5的時候 才正式把它納入 然後GCC到現在已經改變很多了 在今年很快就會發展 就會釋出GCC9.1 那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光看版本號就很不同了 你看這個什麼 你看這個 這邊投影片寫的是4.5 但是你看今年就會有9.1 好 那GCC改版過程中呢 Link一直都是很大的一個影響 好 那 先講LTO什麼壞處 LTO它就需要更多的CPU資源 更多的機體才有辦法去編譯 但是LTO的什麼好處呢 來看一下 LTO的好處呢 就是我們有機會 我們有機會去產生更有效率的 更有效率的程式 就是說那個 你可以看到說這邊來講 你看如果說這個O3 就是在一般的情況下最好的 最佳化組合 它是 改善1%的話 那你用這個Link的RT 打開的話呢 它也可以改善什麼 5. 就是變成 加速幅度 從1.4%提升到5.6%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調整 就是 注意到這個是在 注意到不要看到數字覺得小 它是在不用改動原始程式 也就是說 你不用去思考你的資料結構 不用去思考演算法 所以注意到我再講一次 這個東西 在一般的程式 一般小的程式 或者一般的這個 你要寫作業啊什麼的 那種小程式 基本上沒什麼意思 但是在Firefast 在LibreOffice 在雲端那種多種程式 這很有意義 注意到 那或者說呢 在遷入式系統 寸圖寸圈圈對資源的耗費 是很在意的 這個LTO呢 是會有影響的 我們等一下會講 另一種的案例 那 注意到LTO呢 還是在發展 那而且它用的時候呢 也要搭配一些 參數 所以你 你會看到很多數據啊 有時候會講到說 LTO效能會比較差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你可能沒有用好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這個 Linkedout Ultimization 就是剛剛講的LTO 在不同 這個2014年 注意到 剛剛那一份投影片是在2013年 我們開始講2014年 2014年的東西 然後呢 這個 在講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再講個 講個故事 就是 這故事沒有很多啦 就是說 事實上呢 這個東西 早期呢 早期的那個Unis 它事實上是沒有做這些 它做的最佳化是很有限的 但是後來呢 編編器呢 做的這個最佳化是很複雜的 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裡面呢 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 系列講座 我們有一個叫編編器 集最佳化篇 就講到這個部分 我們講到這個 CSE啦 或者講那個Phot Optimization 講這些 講這些議題 那這是在 早期的Compiler 那 做完這些最佳化之後 再把這些 產生的object file 經由linker去發展 把這些 把這些 object file 把它合併起來 但是呢 在後來 我們有提到的就是說 像一些 有些程式的方式 inline 如果說你在 Compiler階段不做 Compiler階段 考慮到相同性 考慮到 某些symbol 就標註成 他是 Extend的話 他就不能做inline 就不能只在 Compiler做 因為Compiler只管 一個Compination unit 一個接著一個 的Compination unit 但是在 後來呢 人們就開始去思考 人們在linker 去動手腳 所以你看 後來就有些方式 有些機制 像什麼 Compiler什麼的 輕輕慢慢看 然後 GCC的從 4.0之後呢 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變更 他加入這個 Tree SSA 所以就可以用 Single Static Assignment 就是 這個 這個 做這種最佳化 然後呢 包含說 2005領入這個LTO 以後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原本的這些 是在像 IBM啊 Intel 或者ON這種公司 才會有的技術 但是他 你可以看到說 在Google IBM跟Code Software 是專門在做 圖洞券開發 後來被Mainter Graphics 買下來 那你可以看到 這些專門 就是這些 這些產業龍頭 這些產業專家 那他們在 GCC的基礎上 去做貢獻 然後去做這個LTO 然後呢 也讓很多地方 可以獲得去使用 那過程中呢 有一些公司 像我剛剛提到Google 它其實做了很多嘗試 有些Library IPO 或是 Thin LTO 或是剛才講的 Auto FTO 反正他們做很多事情 因為這些東西 對於他們的這個 資料中心 都是有很大的影響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一直在發展 像這個 這邊文章講的是 這2014年文章 所以它講了4.9 然後 所以事實上 這些東西一直都在發展 那我們直接給大家看 看一個議題 注意到這是2014年 好 直接幫你畫重點 這邊要做變化 看一下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 執行檔的大小 這邊搭配的就是 有去比對 有GCC 還有LVN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 以CodeSize 來講話當然是怎樣 我們希望說CodeSize 越小越好 所以你看到 這個藍色線 這邊 藍色線這邊看起來不錯對不對 好 這邊看到什麼是呢 這邊就是GCC的選項是 呃 減大OS 針對空間做最佳化 好 然後注意到它上面有個 減 FLTO 好 這個Dash F FLTO 表示什麼 有做Linkedout Optimization 好 所以你看到 這邊做到這個Linkedout Optimization 是這樣 是比起來是這個幅度 算是 算是 這個最好的 好 然後事實上呢 你可以看到說 我如果說這個 這個後面改一下參數呢 又得到一個更小的 對不對 這邊是24 244 48 12 那剛才這是什麼 這是24 24 248 對不對 你看這個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是這個等級最好的 是24 好 然後呢 所以可以看到一件是什麼 就是說 LTO呢 可以帶來 額外的 5%的這個空間 空間縮減 是針對這個code跟data 然後甚至可以幫其他的地方 也可以縮減 然後 那 如果說呢 我們去看這個是起始時間 當然 以這個什麼 以這張圖來講話呢 就是 越小是越好 然後它會分兩種模式 一個叫code 一個hot 什麼叫code 就是說我完全 我啟動電腦之後 我不去載入這個程式 就是說 我是第一次 從這個硬碟 或是從出人工具裡面 載入程式 這是第一次 那另外一個叫Hot 什麼叫Hot 就是說 我這個程式呢 已經關掉 就是我已經關閉 然後再重新起動 所以它已經 已經執行過了 那我們就來觀察這個Hot 就紅色部分 當然紅色是越短越好 可以看到大家講 Hot是什麼 是676 那如果說相對沒有做LTO的話呢 它的Hot是816 所以你看 我這個676跟816 就是 就一些差異 所以你看 這邊來講的話呢 前面講的這個FDO Feedback Direct Optimization 可以縮減7%的成本 然後這個LTO 可以縮減4%的成本 注意到 雖然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小 但是它是可以加總的 所以主要 而且它是在 不用程式碼的介入前例下去做的 好 然後呢 如果你去看個別的操作 比如說這個什麼捲頁之類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的落差就更大了 所以可以看到說這個 像是什麼 去 去 繪製這個SBG 然後你看 這些 這些 這些落差很大 你看 這個O1 它花的時間 就是 457個單位 然後這邊做完最佳 可以 降到什麼 可以降到 404 注意到這邊不是零 這個是從400開始 好 但是這個還是一個很有 很有那個 啟發性的 就是說 我們的程式 其實這樣 可以是 可以自動的調整 好 然後這個是這個 Firefast的那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今天講那個 最佳化 它是很多面向的 不是只是做演算法 演算法當然是非常重要 資料結構的調整很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它要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 機體架構 機體結構 然後機體的這個操作 包含說 計算機組織 計算機架構的一些議題 然後再來就包含說 這些像LTO這樣的一個 最佳化 然後 它在空間的這個最佳化 目前來講 是很有一個很有 很有效的一個機制 那底下就有去比較那個 像這個LibreOffice 打開一個檔案 在這個耗費的時間 然後在今年這個Folston Folston的演講裡面 Folston是全球最大的這個 自由軟體的開放原始碼的這個研討會 然後這個Linaro Linaro有個工程師叫Peter Smith 那他就他就講的 他就提到一個東西叫LLD 那LLD是什麼呢 LLD呢 是LLVN這個計畫裡面 裡面的什麼 就是注意到 LLVN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專案 它是一個編譯器的架構 那除了它是編譯器的架構以外 它提供了很多工具 那其中有一個工具呢 我們稱為叫做LLD 它是LLVN這麼大的計畫裡面的一個 專門在做Link的計畫 然後呢 它有個好處 因為它沒有歷史包袱 所以它可以重新寫 就是它跟那種像 葛怒的那個LD LDB 就是那個那個什麼 就BFD 那或是GOD來講 GOD已經拋開 LDBFD的那個 那個那個 包袱了 那LLD呢又重寫 所以它現在就是在某些情況下呢 就是會有一些好處 所以 而且它的這個實作功能呢 你可以把它當做一個 Drop-in Repression 就是你可以取代 格諾的那個Link 然後 搭配特定的情況下呢 它還可以額外的去改善這個 整個程式的效能 我們前面有講過了 搭配像前面講的 LTO Link Time Optimization 或者說這個FDO Feedback Directed Optimization 那或是說前面講的 像Google做的那些 Live with IPO 主持類的這個東西 都是可以搭配的 好 那在這邊來講話呢 Linaro工程師呢 就跟講講 LLD有什麼好處 好 然後 這邊呢就會講到這個Link 那這邊就會看到一本經典書 叫做Link and Load 這本書很寶寶的 然後 建議你去買一本 那裡面 講的東西是算 它是一個很舊的書 它不是什麼新書 但是它講的東西是歷久彌新 那所以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 Link和Loader的發展 而且我們在早期 UNIS是 Link和Loader是不分的 所以 為什麼 UNIS的Link要縮寫掉LD 因為它其實意思是Loader的意思 好 然後 所以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今天講這個relocation 在講什麼 你想 今天寫程式是像畫面中這樣 就是說我今天寫程式是呼叫 比方說呼叫printf 我在寫程式的時候是這樣寫 我在 從 西元轉換成組合元 轉換成Assembly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子 printf 可是問題還 printf的位置是什麼 其實我們不曉得 我們在 Assembly的時候也是不得不曉得printf在哪裡 因為畢竟Assembly看到的東西還是那個 Assembly file 所以對它來講 它就是一個編譯的單元在哪裡 主頁的單元在哪裡 所以printf 這個東西什麼時候才會知道 其實它執行時期才會知道 要在Link的結論上 才會初步知道 它應該要擺個位置 但是對組合元的 對 對那個 機械碼來講 我 一個 call 一個 呼叫 一個跳躍指令 就是背後要明確要跳到哪一區 對 所以我一定要塞一個位置 所以我一開始在 還沒做旅location之前 我是塞一個空白的地方 塞一個還沒找到的位置 但是我一旦做完旅location之後 我就可以知道什麼 我要跳躍到哪一個位置去 底下有些說明信 你慢慢看 所以 這個東西在這個執行時期 就是在連結時期 我們要做旅location 在執行時期 因為有動態連結 我們也會做旅location 那這些東西都是有什麼 都是有成本的 那所以在典型的 這個linker來講的話 它其實要去幹嘛 要去找到這些輸入的檔案 要去驗證它的輸入檔案 是對的 然後要去做這個symbol result 要知道這些symbol有那麼多 symbol是散佈在不同的 這個object file裡面 那這個東西都是很大的 這個 都是很複雜的東西 而且呢 你還要考慮到什麼 考慮到現在symbol 就是現在又 要找到一個symbol的成本越來越大 因為一個城市 一個西語的城市 一個西家的城市 尤其是西家這樣 它會 比方你用到boost 你用到boost之後 你會link到一堆library 寫的時候很爽 但是link很痛苦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西家的城市 要link很久 就是因為 我要去在那麼多地方去找 所以底下跟你講說 它的基本的運作 忘了附帶一提 如果你覺得我一些細節 聽不太懂的關係 這邊有錄影 你可以慢慢看 好 繼續講這個部分 那所以我講這個layout 其實也不是只有城市而已 你要考慮到text 有考慮data 甚至不同的section 基本上都要考慮到 這邊有提到這個link script的語法 然後接著就跟你講一些 那個relocation 然後這個東西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 複雜的一個操作 然後呢 LLD 注意到 LLD呢 在這份這個透明片裡面 它就著重在哪裡 去跟gold gold的link 還有跟古早的這個libbfd 做比較 好 然後呢 這邊是一個 一個數據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邊搭配這個 一樣是 LVM底下的計劃 搭配clame 就是clame clame是這個C語言 C++ objective C 這些語言前端 可以支援 然後可以透過這個 LVM的這個編譯器的框架 去發揮特定的功能 那除了這裡外 除了做獨立的編譯器以外呢 這個clame可以搭配一些ID 對你們聽錯就是那種 整合開發環境 然後跟clame整合起來 那有什麼好處呢 比方說你可以自動補完 特定的function 或是寫成是寫到一半 這編譯器會給你寫什麼 就透過clame 可以告訴你一些訊息 是不是寫錯了 建議層改成什麼 在你不用真的在編譯 就告訴你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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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建議 或者這些錯誤訊息 或者幫你補完 該補括號的啦 該補什麼什麼functionate 就幫你補完 Mathname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很好玩 你看到這裡面呢 就做了什麼事情呢 就是 這邊就跟你講說 我用這個古早的BFD 然後用GOD 然後還有這個LVD 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用BFD 基本上這個就是很耗時間 O2 O1 就是 要花那麼多時間去編譯 Chrome browser 那 這邊待會是秒 好 然後你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編譯這個 編譯這個 這個 程式 用這個編譯連結之後 這個耗費時間 如果你用LD 它又可以怎樣 又可以更快 所以看到這邊 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這個 這邊是LD 這是GOD 所以你看這個時間 那當然用這個BFD是最慢的 所以你看這個差距 就超過10倍的差距 所以這邊有個簡單的結論就是說 如果 LD跟GOD去比的話呢 LD會快 大概是兩倍到三倍 那如果說跟那個BFD 跟那個古老版本比起來呢 是有10倍的落差 好 然後呢底下就有一些說明 請慢慢看 為什麼它可以快 就是 那以及說這樣東西 在這個 系統上的這個 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 這邊 你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Android的系統呢 從那個 我忘記哪一本開始 應該是7.0 還是相關的版本 就是Android 其實現在用Toro券 就是用LVM的Toro券 它就用Clend 然後呢 這個Linker呢 就是也會逐步換成 LVD這樣的一個Linker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考量 就是說 今天不是LVM跟葛路Toro券做PK 不是這麼單純的事情 而是說你會不用這些機制 如果你可以善用這些Linker的特徵 編繫器的最佳化的一個機制 而且把這些東西把它拼湊起來 其實帶來這個整個這個效能影響 是怎樣 是很大的 那但是前提就是你要會用 所以這個是在Open Source 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 你要知道很多細節 然後你這些細節呢 可能沒有處理好 可能這邊快 然後另外一邊沒有快 這個是可能發生的 好 然後 這邊有一篇很有趣的論文 這邊在講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它的 你先來看一下它的說明 它是劍橋大學的研究員 他們提出來的 然後 這邊裡面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看它的開頭 一開始講話就很有趣了 就是說 事實上Linker的行為是很複雜的 即便是Hallover這樣的一個城市 你要能夠編譯連結呢 其實它的中間過程是很複雜的 然後呢 而且Linking呢 其實對很多人來講 是 不是那麼熟悉的 不然說在這個講錯之前 也許對那個Linker 就是原說它是看不到東西 那我們剛才前面有提到 像Linker 它要搭配像Link Script 本質上它就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程式原 然後呢 這個Linker的這個選項 你還需要一個Collect Tool 一個特別程式 去包裝什麼LD的操作 或者你還不知道怎麼編譯 然後呢 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呢 LD 透過Linker 就是透過LD這樣的Linker 你得到最終的執行檔 中間其實很多時候也做很多加工 所以在這個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 他們做什麼事呢 他們去做一件事 就是去分析 Linker到底做什麼事 而且他去寫一個formal proof 就是什麼 對 也不要懷疑 這就是形式化驗證 那之後呢 我希望都有機會去做一個講座 來跟大家介紹這個形式化驗證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形式化驗證 就不是只驗證那個原始程式 嘛 我們要從一路 從什麼 就是一個負責任的一個形式化驗證 比方說你要驗證什麼 驗證像這個悠遊卡 對不對 這個悠遊卡裡面呢 很有學問的地方是這裡面 它裡面有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secure element 就是說 它是一個特別的程式 那這個特別程式是用Java去寫的 就是縮減過的Java 那它裡面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我裡面有一些扣款的邏輯 比方說我去怎麼去做身份識別 還有一些密碼學的一些 操作一些參數是寫在這裡面的 寫在這個secure element 縮寫叫SE 可是我做這個secure element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事 我要去驗證 晶片是對的 我要驗證裡面的執行環境 比方說一個縮減過的Java 或者所謂的JavaCard 它的編譯其實是要對的 然後我要去驗證說它的protocol 就是它的通訊 通過NFC啦 通過藍亞啦 這些通訊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透過像 細源這樣的程式去撰寫 我就要從Compiler Assembler Linker 一路都要做驗證過 做形式外驗證 然後去好說它是符合什麼 符合我們預期的輸入 給電的輸入就會有預期的輸出 否則呢 透過Linker 有可能還是會怎樣 會有些錯誤狀況 所以這邊有趣就是回顧什麼 回顧這個EF的 這個Linking 到底做什麼事 然後底下呢 就給一些formal proof 就是 什麼是formal proof呢 基本上有一定會看不懂 數學基本上就是了 然後 你可以瞄一下 注意到它的formal proof是寫在另外一份 那就是它有一個這個 裡面有寫的這個Isabelle H.O.L. 這個一個 那個 Provel Script 那你可以去查閱它的一些 一些研究 然後這邊的重點其實不是formal proof 而是說它把這個 Linker的行為 重新的講一次 因為Linker很多東西時候是 其實沒什麼文件 你看到比較 完整的東西就是前面有提到一本書 叫Linker Loader 不過它有些資訊比較舊 所以如果說你想看新的這個行為 請你對照看這一篇論文 但是還是蠻有啟發的 而且可以照做細節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這個 Linker用在 尤其Linker的最佳話用在Lins Kernel 裡面它的一些影響 這是一個 一個系列的文章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是Nikers Nikers Nikers是我以前在Dinaro工作的同事 這個很特別 我們等一下提一下 他是Linus Kernel很重要的貢獻者 然後但是他有嚴重的這個 視覺障礙 所以事實上他是看不到的 就是他只能用那個盲人點字 才能夠摸到程式碼 即便是這樣的一個障礙 但是不阻擋他研究Lins Kernel 不影響他研究Invented System的決心 然後 他對人非常有耐心 那你可以看到說在Linus Kernel 或是一些系統軟體的論壇 可以看到他 他回覆文章都回覆超級長的 他寫東西超級詳細 那如果說你有試一下問題 跟他討論的 可能他會回覆你 我不知道他的時間安排是怎樣 但是我在Linus工作的時候 我印象深刻 就是我那時候有討論到說 因為Compiler最佳化 導致Kernel編譯上失敗 他協助我去排除這個問題 然後給我很多支援 那在這三篇文章裡面 他就跟你講什麼 就是講到說跟Link有關 就是一些調整 事實上這個有四篇文章 但是跟Link有關的就有三篇 那第一個東西叫做Garbage Correction 所以注意到Linus Kernel是用什麼寫的 Linus Kernel的時候 西元寫的 你說西元裡面沒有Garbage Correction 對 沒有內建的 不過你還是可以寫個Garbage Correction 比如說小弟我就寫一個 寫一個 比如說 像我就寫一個東西 叫OGC 不要亂想 這個OGC是那個什麼 是這個 是我們這叫 Orderary Garbage Correction 就是 顧名師就是一個很無聊的 一個典型的一個Garbage Correction 所以寫叫OGC 聽說要轉個90度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好 注意到這邊講的Garbage Correction 不是講Garbage Correction 不是 而是說什麼呢 是在Link裡面的Garbage Correction 所以注意到 好 然後 看一下 好 這裡 大家講的是 Link section Garbage Correction 結果我們要思考一件事 這個Link的作用是什麼 Link的作用 本質上就是在 把這些不同的 Symbol 把這個Object File 跟這些 Symbol 匯成起來 然後 要做前面講的那些 Location的操作 但是你看 我們看這邊有個例子 這邊有個test.c 然後這個有 fu bar 有man fu bar man 然後 然後這個 fu裡面呢 它沒有 它沒有額外的 Symbol 的 的殘兆 但是這個bar裡面有 用到 那man裡面呢 也用到 好 然後呢 所以對應的程式 對應輸出的這個程式碼 大概長這樣 好 注意到這是那個 這個是on的組合圓 然後你看 所以 fu很單純對不對 就是 就回傳 回傳1 所以這邊我就是把這個 r0設定成1 然後呢 bar呢 注意到 bar就有 呼叫到fu 所以這邊有個branch 就是有個 跳到fu 然後再把這個 fu的回傳值 再加2 所以這邊來講話是加2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man裡面 會去呼叫到 fu 所以就呼叫到fu 然後底下再做 加4 這邊有操作 好 然後呢 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好玩的地方是在 你發現什麼是 欸 我這個bar 這個bar到底有沒有人呼叫他 其實沒有人呼叫他 但是在最初做出來的執行檔 會把 fu bar man 對不對 都會加進去 好 所以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把bar這個東西去掉 好 所以呢 事實上呢 這個在 在什麼 在這個link裡面呢 我們 我們是可以有這樣設計的 就是我可以把特定沒有用到的 沒有用到的這個 symbol 把它把它去除掉 好 它不是那麼直覺的去除 你要搭配一些參數 不過概念上是這樣 好 然後呢 如果這件事遇到linus kernel 我能不能類似這樣的東西 我就是把 沒有用到的這個symbol 我把它去除掉 只用的 留下我們有前後有參照的 好 那底下就講一些 操作 注意到 在linus kernel要做這件事其實不是很容易 它要去改一些 link script 然後之類的 那總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成果 好 就是在 在這邊來講話 就是 呃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來講話呢 它的這個成果呢 是用到這個link的選項 叫gc section 好 就是可以做這個 在link裡面做這個garbage correction 好 然後注意到 linus kernel有些地方很討厭 就是說它 看起來是沒有在用的 但是那個symbol必須擺在那邊 好 不擺在那邊的話 在其他地方可能會出錯 好 它有一些比較 所以它終於有跟你講這個 繞了什麼路 好 然後 那個 在 Niklos呢 他 他把這個這樣的garbage correction 說成什麼 說成是叫做poolman LTO 就是poolman 就是 這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 簡易版的link down link down 用不到東西把它去除掉 好 那接下來給大家看 如果真正把LTO的這個機制加進來 而不是只做這個gc section 這樣的東西的話呢 我們會帶有什麼好處 直接給你看結論 結論 如果呢我把這樣的東西把它帶進來的話呢 會看到 這裡 給你看數字 好 那這邊就舉個例子 這邊有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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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體 我們要叫做STN32 那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一系列的家族 那是由這個 STMicro Electronics 去提出了 從2000年輕的提出到現在 然後它非常有非常多的晶片 它的這個家族非常龐大 好 不然說這樣那個 宏達電 宏達電 有一有一款手機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反正我忘記 好 總之就是宏達電有一款手機 它很酷 就是它可以翻蓋 那翻蓋的時候 那個那個 它的蓋子 會顯示那個 等於說為那個來電 所以你要 電話進來的時候呢 它上面會顯 會有個顯示說 這個電話是誰 你不用打開手機 就可以接電話 或者說 你一個簡訊 簡訊內容 它會怎樣 會顯示出來 然後它可能會檢驗 所以不用真的打開手機 那這樣的 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你螢幕的那個 你真的手機螢幕是耗電的 但是它那個蓋子 本身它的那個 功耗比較低 然後 所以我用個 比較功耗比較低的 那個方式去顯示 好 那再來是說 因為我不用真的接電話 但是我可以知道這些訊息 好 所以如果說我真的不想接 好 的時候呢 我就 我就不要去接 但是該知道的事情 比方說 這個人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經驗 但是我常有 就是 比如說 投資人啊 對不對 要跟你詢問這個公司的狀況啊 對不對 但是東西就沒有 做不出來啊對不對 或是客戶要跟你 要一些資料 你就做不出來 他不敢接客戶的電話 但是 你要知道說 客戶已經打了幾通對不對 在意還不在意對不對 或是 客戶從哪裡打 對 所以你 你要 你還是要想要知道什麼 一些一些狀況 好 好 那主持人這個功能 當時被提出來說 是一個很酷炫的設計 我不知道現在手機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它上面呢 所以你看 它上面那個蓋子 它裡面就是用到一個 STN32 一個32位的這個 Microcontroller 然後它裡面是用這個 按的處理器 然後它的架構有很多 有Codex M0 M3 然後M4 F5 有M7 然後 注意到這上面是沒有MNU的 然後 在它們的空間也是很有限的 就是 它可能它的那個 能用的記憶體呢 可能只有 只有2Mb 然後2Mb的那個 Fresh空間 然後它主機體可能就是8Mb 或是 或是1Mb 它是一個家族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大小 所以請你仔細看它的主態 那這邊做一個示範 就是說 如果呢 我們要在這個 一個 STN32這樣的一個 環境下去 執行 Linux的話 那空間就很重要 比方說以 STN32 STN32 F429 這是我們上課有用過的一個硬體 以STN32 F429來講的話呢 像這樣的一個開發板 那這樣的開發板來講的話 它的硬體是很有限的 就是它的 我看一下它的 硬體配置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它是 64Mb 好 所以你要把它變成 Byte就是什麼 除以8吧 64除以8就是8Mb 的S-Ray 然後 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是S-Ray的大小 然後呢 一般來說呢 這上面的這個 內建的那個 它內建的那個 Fresh的空間多大 只有2Mb 空間 所以我要能夠讓Linux 在這麼有限的環境下去運作 Linux kernel最佳的話很重要 來看一下 這原本 你看到 原本呢如果說你不做LinkedInc 你得到的大小 你得到的大小是這麼大 有沒有看到這個數字 有那種膽戰心機的感覺 對不對 這根本快到2Mb的大小了 所以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會放不進它的Flash空間 因為我們 我們要的不是只是Linux kernel 我們還需要一些User Space的工具 你可能需要這種BizBus 或是需要一些 comment line的工具 對吧 所以你不能只放Linux kernel 好 那神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你不用調整 作業系統的運作 你不用調整 作業系統的資料結構也算法 你不用調整這個前提下 你只是把LTO打開 注意到這個東西 你只是把LTO打開之後 你就從196降到153 也就是有22%的空間就縮減下來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什麼 對於空間的運用 是很有意思的 但如果說你只做那個 前面在第一篇文章提到這個 LinkedInc做Garbage Correction 你可以得到一個相近的結果 就是你的大小會相近來講是 只有21% 然後就是不要講錯 21%縮減 那距離你打開LTO 當然LTO還是比較好 就是它的考驗率也比較多 那底下也就會跟你討論說 為什麼LTO沒有想像中的好 它有一些 額外的一些討論 但注意到一件事 它這個需要的CPU時間 是更長的 然後它需要的那個 記憶體開效是比較大的 所以一般來說LTO會在什麼時候開啟 LTO會在這個 我們在ReleaseView 最終要做最佳話的時候在做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就是 底下就是在這篇文章 就跟你講什麼 一樣跟LinkedInc有關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去縮減 縮減這些成本 再次就是用到什麼 再次用到這個LTO 所以注意到LTO要發揮作用 其實你要搭配一些前提 幫它一些運用 所以它這邊來講 它去修改程式碼 剛才做LTO是不修改程式碼 那我們現在做一些修改程式碼 然後我們去縮減什麼 讓沒有用到的系統呼叫 去把它去掉 然後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這件事是什麼 把用不到的系統呼叫拿掉的話 大概可以縮減百至八 所以注意到這樣的影響是什麼 對於像STN32這樣子沒有MU 的一個MicroControl來講 我們縮減的空間 然後呢 所以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我們可以更快的執行 然後再來是你可以用這個XIP XIP叫做Execution Impress 就是像這個STN32 Linus XIP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的東西 你可以看一些我們之前整理的資料 然後這樣的話 你會讓那個Linus可以很快啟動 那以我們之前有做過的例子 就是我在四年前吧 在Linus基金會的研討會 Embed Linux Conferences上就發表 針對STN32 F4 最佳的話一個Linus 然後在上面跑一些凸型應用 那你就可以在一秒內 上電 然後畫面都會出現 就是因為它東西單純 注意到我們沒有做什麼神奇的事情 就是因為它東西單純 它這個東西功耗很低 然後降低它的機體開銷 我們也有運用到這個像這個 LinkedTown Artipization 然後去縮減它的這個 記憶體的使用 好 然後在這邊來講的最後階段的來講話 就是我們快速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Linked相關的東西 在GitHub上你可以找到一些好玩的東西 像這個專案很好玩 這個專案呢 你乍看之後不知道在幹嘛 沒關係我們再跑一次可以看 好 這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它有一個 你要在執行時期去知道 製造你的資訊 所以你看我這個man 我man就跟你講什麼 我這個執行時期的資訊 這個東西叫什麼 save register 在這裡 好 然後呢 我去執行它 執行完之後呢 得到這個 好 這個東西討完 就是說我們在 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 這個系列講座裡面的 韓式呼叫篇 或者是說這個地回篇 那我們有跟它講解到用什麼 用GDP去觀察一個程式的執行 但是實際上呢 你可以不用透過這個GDP 你可以在執行時期去搜集一些必要的資訊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像我們前面不是有講到 inithook這樣的一個技巧 對不對 就是我在執行時期 我在編譯時期 就把某些symbol 把它放在特定的section裡面 把某些方形放在特定的section裡面 那同理就是說 我們也可以去做一個操作 就是我在 比方說我已經給定了什麼 一個register開頭 結束了 然後呢我去看到說 我這個function code 或者我特定的程式 我們在意的程式 所以我其實可以在執行時期 做了minker 做了這個debugger 做profile的作用 所以這底下呢 去示範了 我怎麼做相當一個 簡化版的一個debugger 去追蹤特定的程式的執行 但是我又不用承受debugger的成本 因為你如果用GDP去執行程式 那個程式效能會有大影響 然後 而且多半的時候呢 我們為什麼要去追蹤 這個程式的執行 很多時候是為了幾個 比方說去追蹤 目前這個程式 是不是在虛擬機器裡面執行 在一個KVN 在一個Zen 在一個Virtual Bus裡面去執行 那有些程式如果它真實到 真正到如果是在這個虛擬機執行的時候呢 它就要怎樣 它就提出一個警告 原來告訴我這個程式 應該要在真實的硬體上執行 而不是透過虛擬機 因為透過虛擬機 可能會有效能的影響 或者怎樣 或是執行過程中 有可能會被釜底抽薪 會替換掉某些什麼 就是比方說 集體內容會替換掉啦 或是地bugger會替換掉 不是我們期望的一個執行環境 或者說要做動態修補 就是說程式啟動的時候呢 會去其他地方去下載 做它的一些修正 或是有些程式它本來 它已經寫死在某些地方 比方寫死在不可以修改的區域 所以它唯一呢 可以改變程式執行的行為的時候 不是換掉城市 因為它的程式已經燒死在 燒入在某些地方 所以它只能在執行時期去改變 改變機體布局 改變執行的順序 所以這種我們就衝一下 這個說 擔任一個patching 那這個東西呢 一樣也是需要什麼 動態連結器 都在linker那些知識 才會做 那底下就有一些像 Lieber EF Master 然後跟一些示範 就可以示範說 比如說像這個 示範什麼 就是示範說 我們去修改 修改一個執行檔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原本這個程式是這樣 原本的程式叫做 Don't infect me 然後接著你去inject 就把一段 有惡意的程式把這樣 植入在那個程式碼裡面 那就帥氣了 這個就 原本是會寫這個訊息 然後就被惡意程式動態換掉了 來看一下惡意程式做了什麼壞事 接下來沒有做什麼壞事 它就是把什麼 它就把這些某些 function 比方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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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些什麼 把這些方形換掉 所以原本呢 是一個小程式 對不對 原本的小程式 小程式的五條就是這個 就是印出一個這樣的東西 所以Print F Print F 最佳化之后会变成POOTS 所以这个坏程式做什么事 这个坏程式就是把POOTS换成我们的POOTS 那这个POOTS呢就是做什么 做着把那个把那个字换掉的嘛 比方说这个原本是DO嘛 就变D0 然后原本是那个T就往前7 就是变成那种Hex 就是那种16进位的那个 我们叫做HexBeak 把它换成这玩意儿 那所以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再一次你看到什么 再一次你看到这个Link 你熟悉Link 其实可以做非常多议题 那这边快去补习一下 所以你熟悉Link 来讲 不只是可以做基本的 把一个什么资源党 迁入到一个资金党里面 然后更重要的地方是说 你可以像这个施作出引力的Hook 然后关键地方是在于说在最佳化 尤其在现代软体那种有规模的软体下 也许你写程式没有多大规模 也许你写程式可能也是一个Huddle 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资料处理 但是不要忘了你的程式背后有资料库 你的背后有一些开发框架 这些框架最后Link 起来 它也是很庞大的程式 比方说你在Firebox 用它里面的Lib SUL 去发展一个Web Application 虽然你做的东西可能不大 就是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Jars GUPTA 或者是一些 有些Native Code 比方说透过XBCon Cross Platform Component Object Model的部分 但是因为最后Link 起来 它还是一个很庞大的东西 所以我们经过这个Link Link Optimization 通过这些Link 给予一些属性 一些操作 或是搭配新版Link 你可以得到更快的连接时间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在执行时间 是有影响的 所以这边也举了Link 课论的例子 另外就是从咨询安全的角度 我可以去干嘛 去侦测到通过这些 对Link 掌握 可以知道执行时期的行为 好 那大致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